满江的伤我们负责,智商的银子我会全储,后面还会给他赔一笔钱。 哦,那你打算赔多少呢? 我给七两银子。 施药敷药二两银子应该是差不了多少的,剩下五两,就算是给他以后的补偿。 七两银子,确实不少了,银子拿来? 宋老汉听他这样说,顿时松了一口气,转身就进屋找宋周氏去拿银子了。 屋里,宋老汉用了好大力气,才从他手上把银子抢过来。 你是不是不想要老六的前程了? 宋周氏咬着牙不作声,宋老汉瞪了他一眼,拿着银子出了门。 这里是七两银子,你明天就去衙门。 放心,衙门我会去的。 第二天,宋晨先去给满江换了药,他给满江留下的麻醉丸,效果很好。 两个时辰吃一颗,满江睡了个好觉。 满江叔,昨天还好吗? 啊,你拿药还挺行的,我昨晚没怎么疼,睡得不错。 我都打算着一晚上不用睡了,没想到你满江叔没哼过一声,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强忍着,上前一看,他是真睡着了。 陈锦儿啊,你是这个。 宋晨笑了笑,没说什么,蹲下身子,准备给满江换药。 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把甲板拆下来,然后是包裹伤口的棉布。 现在,宋晨给满江敷在伤口上的药,是能促进组织再生的,只不过不能进行手术,无法给他上钢板。 宋晨必须每天都给他加些空间泉水进去捣药,就连他需要用的药材,宋晨都是已经让其在空间生长,吸收空间的灵气之后再给他用呢。 满江说,药换好了,外伤的情况还不错,麻醉完今晚再吃一碗,明天就不用再吃了。 不过,往后的疼痛也不会太距离,专心养着便是。 宋晨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把银子。 陈锦儿,你这是干什么,赶快收起来。 傻儿,你怎么看到银子还躲呢? 哦,这银子不是我给的,是宋老汉陪你们的,一共七两,你就放心拿着吧。 什么,宋老汉陪的? 你们家工地上的事情,是他们使得坏,那宋老汉还是人吗? 你们就算是出族了,可说到底你爹还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哪有这么害自己亲生儿子的?简直不是人! 满江婶,你听听满江说这话,又说我爹是宋老汉的亲儿子。 又说宋老汉不是人,那您倒是说说,我爹到底他是人不是人呢?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呀,你这丫头。 陈锦儿,你满江叔就这样,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听他的。 这些银子你们收好了,老宋家的银子,不拿白不拿。 别的不说,现在满江叔伤了,得吃些好的。 要什么的,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准备好的。 时间也不早了,我得还去趟镇上,先走了。 陈锦儿,这,这银子还是你拿着吧,我们……。 收着吧,我这腿伤了,大山他们都很愧疚。 你要是再不收下这银子,陈锦儿心里不得难受死呀。 横竖就跟他说的一样,老宋家的银子,不拿白不拿。 宋臣出村不久,宋老汉就收到了消息。 忐忑了一晚的心,总算是稍微平静了些。 他就怕宋臣不去。 昨天给了银子他才反映过来,应该是先让他去了衙门再给银子的。 但是宋老汉不知道的是,宋臣只是到了镇上。 他先去了镇纪放了两天的百香果,然后再去了回春堂。 回春堂里,崔掌柜感觉好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他了。 宋姑娘,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家里有人受了些烧,来崔掌柜这里找点药材。 宋臣没有隐瞒。 宋姑娘要什么尽管说,我给准备。 宋臣报了几种山上难找的药材给他,又问了他熟石膏和纱布这两样东西。 熟石膏?我这里只有生石膏呀,你要熟石膏做什么? 有一些用处,随掌柜要是能寻到熟石膏,帮我寻上十来斤吧。 那纱布,您这里有吗? 纱布,是一种新料子吗? 宋姑娘是不是糊涂了呀?我这里是药草铺子呀。 崔掌柜被纱布两个字弄得一脸懵逼。 买布难道不应该是要去布庄吗? 没有纱布?那你们平时给病人包扎伤口用的是什么? 都是用的白棉布条子。 宋臣了然,没有纱布这东西,都是用的棉布。 这棉布得包着药贴在皮肤上,透气性是很不好的。 难怪古代的时候伤口感染发炎的很常见。 那熟石灰的事情就有劳崔掌柜了,这些药材有多少银子? 宋姑娘说钱就见外了,要是有好药材,想着我就是了。 这怎么能行?咱们一码归一码,崔掌柜放心就好,要是有好药材,我绝对不会想到别人那里去的。 宋姑娘,你那里还能找到三七吗? 上次三七全部给你送过来了,一百多斤,应该够你用一段时间了吧? 宋姑娘也知道,我们回春堂,全大容都有电,有些开铺子的地方不产这些东西,只能从我们这边掉。 宋姑娘如果还能找到的话,请务必送到我们这边来,价格我们好商量。 那行吧,这几日我找个时间,再商商看看有没有。 宋臣没有把话说死,他要找三七不满,他空间里现在有几亩地的三七在那里。 离开回春堂,他总觉得崔掌柜没有跟他说实话。 宋姑娘,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呢? 哦,是钟掌柜啊,不好意思,见笑了。 宋臣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呵呵,没事没事,宋姑娘,去铺子里坐坐。 多谢钟掌柜了,只是今日我得赶回家去,家中有人受伤,我要亏些把药材送回去。 那我就不耽误宋姑娘了,路上小心。 爷,爷爷,傻丫头回来了。 你大伯呢,是不是一起回来的? 我没看到大伯,只看到那傻丫头一个人回来的,她还坐了牛车。 宋臣的人还没进村,宋老汉就已经接到了消息。 听到只有宋臣一个人回来,一脚一在凳子上,气急败坏地出门了。 我去找他。 宋老汉直接把宋臣堵在了村子里。 怎么,这是专门人在等我? 我家老大人呢,昨天拿钱的时候分明说好了你不追究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不追究,你让我不追究,可我没答应你不是? 你赢我?说好了今天去衙门的,拿了钱就不认账了你。 四丫头,我告诉你,这事你要是不去衙门走一趟,往后就别想过安生日子。 又是这句话?你们老宋家的人都只会这一句吗? 宋老大被带走的时候说的就是这句话,你现在来读我说的也是这句话,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是这么好欺负的人。 宋臣的眸光骤然变了,定定地看着宋老汉。 宋老汉活了六十多年,竟被他这样的眼神吓了一跳。 背后捏着烟杆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宋老大在我们家工地上做手脚,伤了别人一条腿,银子是你主动要求赔偿的,我也已经全数交给了受害者。 他心术不正害人,现在进了大牢,是他最有应得。 我要是同意把这种人放出来,那我就是脑子有病。 这次他饶了宋老大,往后还指不定有什么后手在等着他,他没那么傻。 你! 宋老汉没想到,宋臣还真是这样打算呢,指着宋臣的手都在颤抖。 好,好好,你要做得这么绝,那也就别怪我了。 宋老汉说着,就往村子里面走。 宋臣瞧着他的方向,分明就是他家。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只要我们家出任何一点事,我都会算在你们老宋家人的身上。 我保证到时候宋轻云的前程绝对不会再有一点的指望。 你是他爹,宋老大是他哥,你自己想清楚。 宋臣站在原地,冲着宋老汉喊了几句。 宋老汉勾搂的身躯,瞬间就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一双浑浊的眼里,有金光闪过。 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能影响到老六虔诚的,只有跟他一个户籍的人。 现在,他们老宋家除了他和老六他娘,其他人都是可以从他的户籍上移出去的。 只要他把他们兄弟几个都分出去,那他们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跟老六没关系。 想到这里,宋老汉转身又往自己家里跑去。 爹,这里有二十个铜板,还有一盒点心。 等下下午下宫的时候,你把这个给去三叔。 昨天出事的时候,去三叔虽然没受伤,可人也吓得不轻的,这算是一点补偿吧。 宋大山没接银子,只是把点心借了过来。 钱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这点心倒是买得合适。 对了,你今天去衙门了。 我不会去的,他罪有应得。 不许是对的,我都还不知道,上次我们请客的时候下毒的人竟然也是他。 丧心病狂的人,就该受到他应有的教训。 不过丁你知道吗? 上次宋明装上那坛酒,是他故意的。 他看到了是他大伯下毒,不敢提醒我们,就故意捣蛋,打碎了酒坛,不让我们喝。 宋明嘛。 宋大山也很是吃惊。 印象中,宋明一直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孩子。 他常年累死累活的,也没时间和孩子们打交道。 对那个孩子还真是没有什么印象。 我估计老宋家这会儿正在分家呢,要是真的能分出来,对宋明他们也是好的。 只要他和他娘愿意安静本分地过生活,不跟老宋家的人一样作殃,我能帮衬的,绝对会帮衬一把。 啊,你做事,爹放心。 宋大山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你怎么知道他们要分家呀? 按理说不应该呀。 分家自然是为了宋青云。 我回来的时候,宋老汉把我拦在了村里,我也把我的立场说明白了。 不追究是不可能的,他气冲冲地估计是要来找麻烦,我就好心地提醒了一下他。 小辰,我们这一次是把他逼狠了,到时候宋青云一中举,再做个官,肯定就要寻由头来找我们的麻烦的,到时候。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爹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宋青云能中举,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老宋家此刻,却是人人愤愤不平。 突然之间要分家就算了,他们一个个都要被分出去,留下一个排行最小的老六跟着爹娘。 他们都知道,爹娘跟着谁,银子就在谁手里。 同样是儿子,凭什么这样分? 爹,你这样分家也太欺负人了,老大他刚出世,你就这样对我们孤儿寡母的,就不怕说出去别人戳你几两骨吗? 戳我几两骨? 要不是因为你没用,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我们需要分家吗? 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还有个儿子是我们老宋家的血脉的份上,我一点东西都不会给你。 就是,给了你这么多东西你还不满足,要我说,就应该找人写封修书直接修了你,都是你这个扫把心,害了我们一大家子。 而宋老四留下来的婆娘,此时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儿子,脸上虽然还是一副悲气的模样,心里却高兴不已。 总算分家了,老宋家在北关村原本是人口最多的一户,房子也是村里最多的一家。 现在这样一来,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起来十分不便。 短短两天的功夫,北关村的村民都感觉看了一场大戏。 眼下这会儿,他们也没有功夫再去找麻烦。 宋臣就开始研究起怎么在这里做忠诚药了。 按照自己之间的猜想,他决定,先开始做快速消炎和止血的这一类药品。 如果真的即将有战争发生,那么他可以借此狠狠地赚上一大笔。 要是再上升点高度的话,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能够减少一些因为战争而带来的伤亡。 他仔细地想了几天,最终决定,先做三期止血胶囊和槐花紫珠胶囊。 胶囊里面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胶囊外壳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难做的。 这一次,宋臣没有去空间弄这些东西出来,他现在需要的是给自己找一个赚钱的名录子。 那制作胶囊的这些东西必须都是这个时代有的。 现在的那些高科技技术是想都不用想的,要找到一种可以代替的东西。 他这次做药品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在战场上,必须是要方便携带的,就必须是做成一颗颗的胶囊。 他思来想去都没有想到一个好办法。 钟掌柜,你那百香果酱当真没有了? 我可是排了好几天的队了,你就给我两罐,我哪够啊? 是啊,钟掌柜,你有多少就拿出来呗,我加钱都行啊,家里人都等着要呢。 我也可以加钱,过两日我要回娘家一趟,我娘家的嫂子都跟我说好了,让我帮她代谢回去的。 钟掌柜 钟掌柜 被一大群人这样围着,钟掌柜是又开心又着急。 一天二十罐的百香果酱,基本上只要一摆上来,就被抢够一空。 一眨眼的功夫,十两银子就赚到手了,怎么能不开心呢? 宋姑娘,我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二十罐根本不够呀,每日都被这么多人围着我实在是吃不消呀。 宋姑娘,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多送些过来可好呀。 钟掌柜,不是我不送啊,你瞧这百香果酱面试这么久,可有出现一家仿制的?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这是赚钱的生意,必定都在想办法要分上一杯羹,但百香果这东西,确实难得。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宋姑娘,我真的顶不住了呀。 我们东家也是给我下了死命令,六未斋的其他铺子也要准备上百香果酱。 你说一天二十罐,我就是一家铺子一天分一罐都不够呀。 说话间,又来了一波找钟掌柜要百香果酱的客人。 要不是宋辰还在这里,钟掌柜都要躲起来了。 接着钟掌柜跟他们解释的时候,宋辰在铺子里转了一圈。 突然间,一个糕点吸引了他的注意。 类似于糖膏子一样的东西,上面还包裹着一层微微有些透明的纸。 小哥,上面这东西是什么?包在这糖膏子上面的,不是很难撕下来? 哦,这个呀。这是糯米纸,不用撕的,可以直接吃。 这糖膏子跟其他典型不太一样,热起来很容易就换了。包上外面这层东西,不容易粘手。 伙计解释说,宋辰瞬间双眼也亮,糯米纸?他怎么没想到呢?他完全可以用糯米纸去做胶囊的外壳。 钟掌柜一把人送出去,宋辰就拿着那份点心走得过来。 宋姑娘喜欢这种糖膏子? 我对这上面的糯米纸比较好奇。 我想问钟掌柜,这种糯米纸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啊,应该说是我们六位斋做的,不是我们这家铺子做的。 我们六位斋做的就是点心,除了这糖膏子,还有其他点心需要用上这糯米纸。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做糯米纸的作坊。 这不是什么秘密,钟掌柜也没有瞒着他。 你们作坊也在镇上吗? 作坊不在镇上,在上青郊外。 所有六位斋要用到的糯米纸,都是从那里送出去的。 宋姑娘问这个做什么呀? 实不相瞒,我这几天一直在找类似糯米纸这样的东西,不知道钟掌柜能不能单卖些糯米纸给我。 哎呦,说什么买不买的呀? 这东西别处也用不着,不值什么钱。 你等着,我给你拿些过来。 钟掌柜说完,就转身往后堂的库房里去了。 再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个油纸小包。 这糯米纸,你说它不值钱吧,它还娇气得很。 要是没保存好的话,很容易就软了。 那个时候就有些粘手。 我用油纸给你包着,不会出问题的。 多谢钟掌柜。 宋臣接过钟掌柜手上的油纸包,分量还蛮重。 这些糯米纸,算是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钟掌柜,那明日开始,你就让掌柜的去正掌柜那边,每日取三十罐百香果酱。 这个数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还请钟掌柜见谅。 哎呦,太感谢了,实在是太感谢了。 一天能多个十罐,也是能解决我不少问题的。 只不过我倒是想问问姑娘,那百香果的果子是产在何地呀? 为何如此难找呀? 这百香果,是从南边的蛮夷之地来的。 前些年正掌柜去外面游走的时候,结识了那边的几位友人。 这些果子,都是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送来。 但是路途遥远,运送很是不便。 蛮夷之地? 钟掌柜脸色有些变了变。 随即压低了声音。 宋姑娘这话往后别再跟别人说了,那蛮夷之地的人可怕得很啊。 钟掌柜放心,都是些本分人,相互之间又有另一牵绊着,一般是不会出问题。 我也在想办法培育百香果,看看是否能在大荣种植。 一旦成功的话,钟掌柜就等着数银子吧。 这倒是个好法子。 宋姑娘要是有需要的话就说一声。 我们东家应该是能帮上些忙的。 那就提前谢过钟掌柜了。 有了糯米纸,宋臣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试验看看结果。 结果他人还没出阵子,又倒转了回来。 再去了一趟正掌柜那边。 我说正掌柜,这身时刚过,你就打算关门? 哈哈,今日有人请我吃酒,门关得早了些。 有人请你吃酒? 上次别人请你吃酒,是什么时候? 好像还是年前的样子。 那上次别人为何请你吃酒? 宋臣又问。 当日好像是他家中有些紧急的事情,找我借了半两银子。 后来说家里的事情解决了,就请我喝了两杯。 嘿,你也知道,我耗这一口。 那半两银子还你了吗? 你为人仗义,可你要知道,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仗义的。 别人与你交往,多少都是盯着从你手上抠出来的利益。 在你落魄的时候,可有什么人请你吃过酒? 我…… 这么多年他在镇上风光过,也落魄过。 在他风光的时候,身边好友不止一两个。 但是,在他落魄的时候,那些人全都对他敬而远之。 除了宋臣和他,无人在他落魄的时候,看得起他。 从明日开始,六位斋每日供应三十罐百香果酱。 三天之后,你带着他们买果酱的全部银子,帮我跑一趟南边客号。 南边? 郑掌柜一下没反应过来。 嗯,南边。 百香果基本上都产在南边。 咱们这个生意小继续做下去,也就必须要走一趟。 找不找得到,没关系,人必须去。 那成,我准备准备,这两天就走。 正好也好几年没出去了,别说,还有些期待呢。 这里有五十两,接下来几天卖果酱的银子你也留着,一起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在南边发现什么好东西,也可以带些回来。 我怎么能拿你的银子呢? 这些天我身上也留了些银子,去一趟南边足够了。 不管什么时候,最有用的还是银子。 你且带着,要是没用完,回来再还给我便是。 我家中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宋晨离开之后不久,正掌柜铺子里就进来了两个笑眯眯的男子。 嘿哟,老郑啊,关店了。 飘香楼我位子都定好了,就等你去了。 二位老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怕是去不了了。 下回,下回我做东,咱们再好好喝两杯。 不是,老郑,咱们不是昨天都说好了吗? 怎么这回又不去了呀? 你们也知道,我这铺子里现在有些生意是跟六位斋做的。 那边先前让人过来说了声,我这就多了些事要做了。 那行吧,生意要紧,那咱们下次再去。 不过今天的位子都定了,我是以你的名义定的,你记得空下来过去把账结了啊。 我结账?这不应该吧?不是你们请我吃酒吗? 我这酒的还没吃就要结账? 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请客呢? 说出去,对你们二位的名声多不好啊。 郑掌柜心里翻了个白眼,还真当他是冤大头了。 你瞧我,糊涂了。 那什么,你先忙吧,我们哥俩就先走了,改日再约。 啊,改日再约。 郑掌柜点点头,人站在柜台里面,没有移动一步。 等两人走了,郑掌柜才抬起头来,看着两人离开的方向,眼神发冷。 有了糯米纸,宋辰回去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 宋王氏不知道他在鼓到些什么,也从来都不问他。 只是到了吃饭的时间才过去敲门。 宋辰,先出来吃饭再弄。 你们先吃,我等一下再来。 宋辰头也没抬得回了去过去。 他正在小心地用糯米纸包裹着之前弄好的三鸡粉。 说不用空间帮忙的他,最终还是从空间里拿了几个工具出来。 这是个精细活儿,没有镊子,医用钱,这些根本没法弄。 宋王氏叫他吃饭的时候,他正在弄着第二层。 两层糯米纸需要粘粘在一起,就必须要用到水。 大概又过了一刻钟,宋辰总算是做出来了三十颗的药丸。 打开面前的圆瓶盖子,把最后一颗药丸放进瓶子里。 然后用力把塞子塞上去。 接下来就是要试验保存的结果了。 其他的东西收紧空间,小瓶子放在桌上。 宋辰才拍拍手,打开了房门。 外面,宋大山他们都还坐在桌子边。 饭菜都摆在桌子上,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爹娘,不是让你们先吃吗?怎么都没动啊? 也不急这么一会儿,等你一起吃。 我听庄老先生说,我们的房子还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开始找人打家去了? 过两天,我去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手艺好的师傅,请一个回来。 宋大山想了想自己的时间安排。 这几天都没有空闲,只是他说完又把眉头皱了起来。 这师傅请回来住哪里还是个问题呢? 要不还是先别请师傅了。 我再去问问庄先生,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人。 宋臣忽然想起了,当时去苍修悬那个宅子的时候,屋里摆放的那些家具,样式和工艺都是他比较喜欢的。 他爹能请到的木匠师傅,手艺估计是没办法和苍修悬那边的相比。 那会不会太麻烦庄先生了? 宋大山有些担心。 这段时间下来,庄伯宋的本事他是亲眼见到了的。 他感觉总是去麻烦别人有些不太好意思。 我先问问再说吧,庄先生要是愿意帮忙,我也不会白白让人帮忙不是? 啊,这样也行。 说完房子的事,宋臣又转向了宋和。 哥,给你的书看得怎么样啊? 我一直都看着呢,不过我记得有相慢。 那你先看着,过两天等我空了,我们再去山上看看。 书上的理论知识看得再多,都不如去实践。 宋和用力地点头。 他感觉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 他现在把自己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满,十分地充实。 他以为他会和爹一样,在老宋家的那个宅子里操劳一辈子,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操劳。 妹妹的清醒,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他们的家。 一夜好眠。 宋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昨天放在瓶子里的那些药丸。 他把那些药丸一颗颗地倒出来。 三十颗药丸看起来都是完整的,但是有些药丸上面的糯米纸有些受潮,看起来影响并不是很大。 他又重新把这三十颗药丸分成了两个瓶子,装了起来。 到时候,如果里面的一层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话,糯米纸就是可以用的。 那他的成药计划又往前踏了一步。 吃完早饭,他又要去给满江书换药了。 今天的情况跟昨天差不多,毕竟是伤到了骨头,宋晨并不着急。 现在就是要稳住,不要感染就行。 今天他也不打算去镇上了,给满江换完药出来,就去了李政那里。 李政说,您这是去哪儿? 我去趟镇上,老宋家户籍分开了,要重新办过。 我说陈丫头,老宋家好端端地突然分了家,这事儿你应该有出力吧。 我就是善意地提醒了他一下。 我就知道。 其实我原本不想提醒他的,谁知道他威胁我来着。 我怕他去我们家闹得我爹不开心,我就提了一句。 谁知道,他脑子转得还挺快。 只能说整个老宋家的人在宋老汉眼里,都比不过自己的面子来得重要。 那你就不怕宋青云发达之后,宋老汉再来找你们的麻烦? 他等不到的,宋青云根本就不是个读书的料,一个童笙考了四场,还是掉尾巴的童笙。 举人可不比童笙,宋青云中不了的。 举人都中不了,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但是宋老汉他们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他对宋青云还抱一天的希望,他就要掂量着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 你心里有数就行。 嗯,你放心吧。 那你先去镇上吧。 回来后有时间就帮我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良田,我想买二十亩。 二十亩? 二十亩良田得要一百多两银子了。 嗯,你反正先帮我留意着。 成,那我就先走了。 林茂峰倒不觉得宋青拿不出这些个银子出来。 之前村子里的人就在传,他医治贵人,肯定得到了不少的银子。 但林茂峰是知道,宋青光是靠卖草药就赚了不少银子的。 三日一晃而过,宋青青早又去了镇上,给六位斋送百香果酱。 钟掌柜看到宋青这么早就过来,还很是惊讶。 宋姑娘,今天怎么这么早呀? 我是来送百香果酱的,正掌柜要出门一个月,这一个月我直接把东西给你们送过来。 宋青说话间,已经开始往外拿果酱。 正掌柜来,大把手。 这里面一共有六十罐,以后我都两天送一次货。 钟掌柜连忙跟着宋青一起把杯楼里的果酱往柜台上搬。 搬完三十罐之后,钟掌柜就停了下来。 哎呦,这些不能在这里搬哪。 我让人放在扣房里面去。 钟掌柜,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些? 我们店里啊,现在每隔一天才摆出一部分的果酱出来卖。 镇上的那些夫人小姐们都快把我逼疯了。 为什么要隔一天? 宋姑娘有所不知啊,上京城里的贵人们,也瞧上了那百香果酱。 这隔一天空出来的那些果酱,全都送到上京城那些贵人手上去了。 上京城贵人多哦,你们东家定是专门订了公送的人家。 这一点宋神就不用再去问了。 稀罕的东西向来都是紧着权贵,就好比这重云镇上也是如此。 六位斋的东西只有富贵大户人家能够消费承受。 这百香果酱更是如此。 不过这样听起来,重云镇的人好像要比上京的人要幸运些。 宋姑娘当真是个灵力人。 说起我们东家我差点都忘了,我们东家先前说想要见见宋姑娘,后面因为一点事耽搁了。 两日之后,我们东家会来重云镇,不知道时候宋姑娘愿不愿意见上一见啊。 两日后吗? 我考虑考虑,下次来送货的时候给中掌柜答复。 宋臣没有一口回绝。 那行,你好好考虑考虑。 六十两银子到手,宋臣转而向回春堂走去。 他问石灰的事。 崔掌柜到底是可靠的。 宋臣来的时候,石灰都已经帮他准备好了。 看到他进了铺子,崔掌柜就吩咐下面的伙计把石金熟石灰扛了出来。 按照姑娘的吩咐,石金熟石灰在这里了。 宋臣看着那一袋子,帮满江书打个石膏是足够了。 谢谢崔掌柜了。 哎呦,谢倒是不用谢。 我上次跟姑娘说的事,姑娘放在心上便是了。 崔掌柜 我这两日正好没什么事儿,回去后我就上山去找找,其实除了三七,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止血止痛,三余消肿。 崔掌柜听到宋臣这话,果然双眼发光。 按照上面下达的命令,他现在听到直写两个字,就跟饿狼见到肉一样。 竟然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三七,宋姑娘快快说来。 裸花紫珠 裸花紫珠? 这,这也是一味草药吗? 实在是闻所未闻啊。 准确地来说是裸花紫珠叶,只是它的叶才有药用价值,它并不罕见,但是我们这边确实不多。 才要这么久,我还是前段时间在山上见到过一小丛。 要说多的话,还得是长州一带。 长州郡是大戎最南边的一个郡,跟现代南方差不多。 最适宜裸花紫珠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南方平地至海拔一千两百米的山坡,谷地,西旁林中,或灌木丛中。 他们不知道它,一是因为它生长的环境,二就是因为它的入药部位。 人们看到它的时候,通常都只会对它的花感兴趣。 随掌柜把宋臣的话放在了心上,送走了宋臣,就把这个消息快马加鞭地送回了上京。 宋臣又在镇上买了些东西才回去,不过,这次他就算是再讨厌牛车,他也得坐牛车回去了。 他买的东西,自己根本是没办法弄回去的。 要是放在空间里,快到家再拿出来,那一定会录仙儿的。 今天牛车上的人依然有些多,有两三个是被关村的人,其他的都是别的村的人,宋臣不认识。 陈姐儿啊,你今天又来镇上了,早上怎么没瞧着你啊? 宋臣,早上我是赶着早走到镇上来的。 那难怪,我今儿个早上出门没这么早,怎么的,你也是来镇上卖东西的,卖完了吗? 卖完了。 卖完了就好,我今天也卖完了,能早些回去,我们家虎子说今天你们家歇工,今天帮我重新搭个鸡笼。 宋臣不知道虎子是谁,只能默默地笑着。 我可是真希望你们家房子再盖大些,这样我们虎子就能多盖一阵。 这些日子,我瞧着他比起以往,好像都胖了些,都是你们家伙食给养的。 宋臣,你这话说道,干活儿肯定得吃饱了才行的。 可是看着北宽村的村民们,为了让家里人日子能稍微过得好一些,不惧危险地跟他上山采药。 为了一个干活的机会东奔西走。 宋臣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哥,往后我弄个作坊,你帮我管着吧。 管我是不成,但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宋和对当管事是绝对没有信心的。 但是,妹妹有需要,她绝对不会推辞。 你已经想好了吗?弄什么作坊? 我打算做个制药作坊,有些东西还在考虑,可能还要再过短时间。 哦,你懂药又懂医,制药作坊可以弄。 宋和表示赞同。 等我先解决了一些问题再说。 好了,哥,你还要找药吗? 再找找吧,反正天色还早。 那行,你去找,我也在这附近转转。 这里已经接近了她上次发现裸花紫珠的地方。 与宋和分开不久,宋陈就去找裸花紫珠。 却不想,在地上发现了老虎的掌印。 大白虎不是一般的白虎,它是通了灵性的老虎。 别说九岭山,就连这一带都不可能再出现一只老虎。 宋陈实在是想不通,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下,宋陈就从空间里引出了些泉水。 有些撒在了地上,有些抛向了空中。 他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大白虎就是闻到味道找上它的。 他希望这一次大白虎能够闻到味道,然后过来找它。 突然,宋陈听到西边的树林里有动静传来。 他刚刚突然意识到,泉水对大白虎有吸引力,也就意味着对其他的动物也会有吸引力。 刚刚他的举动太过鲁莽了,如果引来其他的动物,他和他哥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离多远,动静越来越大,宋陈转身就往宋河那边跑去。 没过多久,树林里就跳出了一个灰色的东西。 宋陈回头看了一眼,当即浑身的血液都几乎凝固了起来。 是一头灰狼,灰狼在宋陈刚刚洒过泉水的地方绣了一圈,然后就开始用鼻子去拱地上的枯叶和泥土,时不时地还用舌头去舔。 宋陈悄悄地停下来,藏到了一旁的树丛里,这头狼果然是被自己的泉水吸引过来的。 灰狼似乎不满足地上的这些美味,嗅着鼻子往宋陈跑过的方向追了过来。 好死不死的,宋和正拿着一把东西过来找宋陈,直接对上了那头灰狼。 看到灰狼的那一瞬间,宋和里上的血涩瞬间散去,但很快就稳住了自己,四处搜索着宋陈的身影。 哥,快上树! 宋陈一直盯着灰狼。 他看到灰狼在发现宋和的时候,充满了敌意。 应该是刚才宋和在和狼对上的时候,直视了灰狼的眼睛。 灰狼把那种眼神当成了侵略和进攻的信号。 小陈,你也快上树! 都知道狼是不会爬树的。 宋陈见自己暴露了,也是毫不犹豫地上了树。 那灰狼看到两个人都上了树,呲牙咧嘴地在树下转了好几圈,抬起头就准备嚎叫。 宋陈眸光一沉,用最快的速度朝那灰狼洒了些泉水下去。 狼是群居动物。 这头狼要是呼唤他的同伴,这里离村子很近。 那么多狼一起叫起来,村里的人都得被吓死。 那狼一闻到泉水的味道,果然就停了下来。 宋陈趁着这个机会,跳下树就往那灰狼扑了过去。 他的手上紧紧握着一把柴刀。 宋和被他这个动作简直要吓死了,第一反应就是下来帮忙。 就在树上,不许下来。 一边举起柴刀,砍向那灰狼,一边呵斥着宋和。 那灰狼已经舔完了宋陈洒下来的泉水,也知道宋陈就是拥有那美味的人,可是现在却举着柴刀。 那灰狼双目放着绿光,扭头就对宋陈扑了上去。 宋陈一个灵巧的后帆,躲过了灰狼的攻击。 紧接着,他又放出一些泉水在地上。 那灰狼挣扎了一番,还是没有抵过泉水对他的诱惑,低头舔拾了起来。 宋陈再也没有耽搁,一刀就朝着灰狼的头颅劈了过去。 这一刀,他用了十成的力气。 那灰狼来不及凹屋,就已经断了气。 宋和心急如焚地跳下树,心脏都快要从胸腔里蹦了出来。 快,我们快回去! 不行,我们不能走。 狼是群居动物,这里绝对不止一头狼,我们杀了这一头,其他的狼就会来寻仇的。 那怎么办? 宋和深陷了一口气,想让自己稍微冷静些。 狼群寻仇的话,他们村里的人都会有危险。 你赶紧下山,把村里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找过来,每个人都要带火把带刀。 我们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不行,我不能走。 宋陈拉下宋和的手。 动物的嗅觉都十分灵敏,狼更甚,而且狼十分记仇。 我杀了这头狼,就已经成了整个狼群的仇人。 他们不杀了我是不会罢休的,现在我回去,只会把灾难带给村民。 那我也不走了,我跟你一起在这里,来一头杀一头,直到把他们杀光。 不,你必须走,不然我们两个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赶紧下山找人来帮忙。 我一个人能够想办法周旋,大不了我找棵大树一直不下来。 宋和也不是没有理智,心里清楚,宋陈说的是对的。 他目光在周围看了一圈,最终选定了一棵大树。 妹,看到那棵树没? 你赶紧爬上去,你爬上去我再走。 我们没来之前,你绝对绝对不能下来。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上了树,宋和这才飞奔着下山。 宋陈窝在树上,能看得更远些,却不想,又看到了一头狼。 他此时的方向正是宋陈这一块,要么是寻着泉水的味道过来的,要么就是寻找同伴的。 为了不被发现,宋陈闪身进了空间。 那股甚是吸引他的美妙味道,已经消失了。 那头灰狼就这样一直围着那棵大树打转。 几次都想要上树,他仿佛也失去了耐性,压着头冲着大树子牙,他看到了死去的那头狼。 现在坏了,一声狼嚎引得了许多的共鸣。 宋陈不用想也知道,马上就会有至少十头狼出现在这里。 一声声的狼嚎也传到了山下村民的耳中,但…… 老天爷,这么多狼嚎,莫不是要进村了吧? 等下回去千万要记得,家里的门窗一定要关死了,一个都不要留,这东西冷血得很啊。 天哪,好端端的,狼怎么就要进村了呀? 村民们惶惶不安。 这个时候,觉得宋陈会被狼群吓到的宋和,仿佛已经忘了,宋陈是如何一刀砍掉灰狼的半边脑袋的。 他首先跑回去,把情况跟宋大山说了一遍。 宋大山一听到,狼都到了村子附近的山上,就感觉不太对劲。 宋大山一点都没耽搁地跑到了李政、林茂峰家里。 我马上去叫人,你们也别急,我们大家一起去。 狼群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事情解决。 村民们一听到狼群都到了村边,也没有人在推辞。 毕竟,这都是关系着自身安全的事。 一旦狼群进了村,谁都要倒霉。 不到两刻钟,上山的人基本上集结完毕。 二十多个壮年汉子全副武装地上山去了。 而此时的山上,宋辰还在空间里面。 他能看到从树林各处跑过来的灰狼,有八九头。 一个狼群的数量,一般会在六到十五头狼之间。 狼群开始围着死去的那头狼哀嚎。 嚎叫声凄厉,哀晚。 仿佛是对同伴深深的思念。 接下来,他们应该就是要分拾掉同伴的尸体了。 狼群分拾掉他的尸体之后,就是要带着他的鲜血和不甘复仇了。 趁着他们分拾尸体的时候,宋辰慢慢地从树上爬了下来。 宋辰刚刚落地,狼群就已经把仪式结束。 狼王高傲地仰着头,开始给狼群分配任务。 宋辰无所谓狼王是谁,他要的是把这群狼赶尽杀绝。 狼王必须留到最后。 不然,狼王一死,这群狼就会像一盘散沙一样,四散逃离,终究还是祸害。 宋辰借助空间的掩护,悄无声息地在几个方向都洒了泉水在地上,然后就一直藏在空间里,没出来了。 狼王首先闻到空间泉水的味道,率先猛冲过去,尝到了泉水的味道之后,便无法控制。 宋辰在空间里,又借机洒了一些泉水出来。 原本还聚在一起的狼群瞬间分散开来,三三两两地朝着宋辰洒泉水的地方冲了过去。 宋辰在空间里静静地等待着机会,很快又斩上了一头狼。 只是这一杀,让所有的狼顿时都清醒了过来。 距离宋辰最近的一头狼,扭头对着宋辰就是一口。 宋辰一个躲避不及,手臂上就被灰狼尖利的牙齿挂出了几道血痕。 宋辰手上柴刀一转,那头狼的鼻子就被砍掉了一块。 所有的灰狼一步步地将宋辰包围了起来。 狼王站在中间,与宋辰面对面。 手上的柴刀还在往下滴着血,狼群在这把刀下已经是两死一伤。 他们对这把刀的仇恨之已经到了顶峰。 只听到狼王低嚎一声,他身侧就有一头狼冲了出来。 目标正是宋辰手上的那把柴刀。 宋辰的反应也是极快,脚尖点地,借力冲离地面,一脚踢在了灰狼的下额。 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他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悄然地摸过去了一头狼。 几乎是他人刚落地的瞬间,他身后的那头狼就对他发动了攻击。 宋辰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有赶紧躲进空间。 就在这时候,他的眼前划过一道白影,那头在他身后发动攻击的灰狼,哀嚎一声就被咬断了脖子。 大白虎救了他。 这个森林王者一出现,狼群的气势瞬间消散。 狼王高傲的头颅低了下来。 狼王就连指挥着狼群逃跑的胆量都没有了。 接下来便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大白虎用实力诠释着什么叫做碾压。 原本宋辰只需要观战,但是他察觉到了狼王有逃跑的意图。 宋辰握紧柴刀,直接堵在了狼王要离开的路上。 狼这种生性狡诈,又报复心极强的动物,绝对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否则,他终其一生都只会做一件事——报仇。 对于一个斩杀了他好几个同类的人类,狼王心中也是忌惮的。 可眼下到了保命的时候,他奋力一搏便能离开。 狼王率先发动了攻击,宋辰在和他搏斗的时候也觉得十分吃力,一个不小心就被他的狼爪伤到。 大白虎那边的战斗基本上已经结束,正准备过来支援宋辰,宋辰却呵斥了他一声。 把他们全部咬死! 这群狼不可以留下一个活口。 大白虎便又转身,去把受伤的狼一个个送入地狱。 宋辰这边几处受伤,狼王也没占到多少便宜。 他的腹部、后背以及前肢都被宋辰砍了几刀,血流不止。 战斗到了至关紧要的关头。 宋辰深吸一口气,等待着最绝佳的机会给他致命一击。 宋和带着北关村的人赶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身鲜血的宋辰站在那里。 满地都是狼的尸体,手上紧握着的柴刀上还有鲜血,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目光很绝地盯着自己脚边还在垂死挣扎的狼王。 所有人都被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惊呆了。 小陈,你怎么样?没事吧? 不是不让你下来的吗?你怎么成这样了? 见到宋大山和宋和两个人,双腿一软就倒了下去。 宋和和宋大山赶紧接住他。 在宋和的帮助下,宋大山把宋辰背在了背上。 陈丫头怎么样了? 我没事,就是太累了。 林茂峰脑海里闪过那一片尸体。 杀了这么多的狼,不累才怪呢。 狼的抱负心强又已经逼到了村边,我无奈之下只能把他们全部都杀了,不然我们村里的人就要遭殃了。 这些狼还是就在这里烧了吧,待会村里肯定会引起恐慌的。 是这个道理,烧掉省事儿些。 在林茂峰的招呼下,二十几个人把狼全部堆在了一起,又弄了好些干柴搭在上面,很快就燃起了大火。 大火烧了多久,宋辰不知道,火烧起来不久,林茂峰留下两个村民看着火,就带着其他人下山了。 宋辰回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宋王室帮他烧了水,好好地写了个枣。 宋王室要帮忙,他没让,身上的血腥味太重,他还得去空间里泡泡。 不过这一次,他竟然失败了,不管他怎么尝试,空间都进不去了。 宋辰呆呆地坐了好半天,才接受这个情况。 娘,您陪我去一趟李郎中家呗。 要娘背你吗? 不用,我身上都是一些小伤,别把我背回来,身为我实在太累了。 母女俩慢悠悠地往李郎中家走去了。 宋辰以一人之力斩杀了一个郎群的消息,用了史上最快的速度在村里传开了。 谁能想到,他这样一个瘦小的人竟然这么可怕? 整个狼群都被他杀了 听上山的人说 当时的那个情况 他们一个个的大男人都被吓到了 满地都是狼的尸体 宋臣浑身鲜血地站在中央 到了没人的地方 宋王室安慰着他 小臣 你别难过 村里人就是一时间被吓到了 过短时间就好了 宋臣却笑得满不在乎 娘 我不难过 你们别担心 再说了我为什么要难过啊 他们忌惮我就不会轻易地 把歪珠衣打到我们身上 这是我们以后必须要有的震慑 你们来了 是拿药还是看病啊 李一叶 我拿点药 有车芹草和白花蛇蛇草吗 可是受了外伤 受了几处小伤 被犬科动物伤了都还是比较危险的 不过那个时候空间还能用 宋臣已经第一时间用泉水冲起了被狼尖牙刮伤的地方 后面被狼爪抓到的地方 他也处理过了 以他现在的体质是百毒不侵的 只需要处理一下外伤 是咬伤还是抓伤 抓伤 抓伤便是无碍 白花蛇蛇草是可以解毒消肿的 配车前草很好 你等一下 我这就去帮你配好 嗯 有劳李爷爷了 李郎中配药的时候 宋臣就在他的院子里转了转 没想到 在他院子里还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最让宋臣感兴趣的 就是李郎中家院墙脚下的那几盆炉辉 娘 您认识这东西吗 这怎么不认识了 这是油葱啊 油葱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村里多吗 这东西在石平村那边的山上多得是 除了好养 好像没有其他的用 村里好些个人都会挖一两棵回来 养着在院子里 鸡爱灼 宋王氏又看了宋臣一眼 你真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以前老宋家院子里也种了几棵的 宋臣不知道他这样问干嘛 以前都浑浑顿顿的 记得事不多 正好这会儿 李郎中已经把宋臣要的两味药装好拿了出来 谢谢李爷爷 多少钱 不用钱了 都是在山上采的药 再说你受伤也是为了我们全村的人 李爷爷 不给钱这药我就不要了 这里是十文钱 你拿好 要不了这么多 两个铜板就足够了 您就拿着吧 你要是觉得实在多的话 您就把你院子里的油葱送我一颗颗好 这好说 银子你还是拿回去 李爷爷 您就别推辞了 这油葱我有大用处 说不定 林王后还觉得我给的这些钱太少了呢 李郎中只当宋臣是在开玩笑 看着手里的十个铜板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上次他们家也过来送过一次银子 说是之前宋臣被毒蛇咬上的枕筋和药钱 整整给了半吊钱 就他那点药 哪里用得着那么多钱 他们分明就是在帮他 这几日 宋臣一直在家里养伤 宋臣只能让宋和去镇上 替自己给钟掌柜带来个话 钟掌柜一听到宋臣受伤了 当即就要跟着宋和一道去探望 宋和实在是拒绝不了 两人刚从六位斋出来 就碰上了回春堂的崔掌柜 宋小哥 今日怎么就只见你一个人呢 宋姑娘呢 崔掌柜好 我妹妹这几日在家里养伤 不便出门 怎么 宋姑娘怎么受伤了 现在怎么样了 崔掌柜一听这话也紧张了起来 上山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 老崔掌柜挂心了 宋小哥 老你在这里等等我 我准备一下 跟你一起去看看宋姑娘 宋小哥 宋姑娘是外伤还是内伤呀 是外伤 崔掌柜点点头就再次转身进了铺子 再出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拎了几包药 没啥好拿的 带起药材她肯定用得着 对崔掌柜要去探望宋臣的事 宋和并没有拒绝 反正她已经无奈带上了钟掌柜 再多一个崔掌柜也不多 我说老崔啊 你脑子都去哪里了呀 你说你拎着药材去探望别人 别人心里能高兴吗 什么不好送 非要送药 哎哟 瞧我这个人哪 我就想着宋姑娘应该用得着 其他的也没顾得去想 多谢老钟的提点 多谢了 我这就去准备其他的礼品 然后宋和就看到崔掌柜 马儿溜地跑进了对街的六位斋 很快就拎了些糕点出来 有了这两位掌柜的 宋和估摸着 还是坐个牛车回去算了 却不想 崔掌柜早就准备好了马车 宋和生平第一次坐马车 就这样贡献了出去 北关村的人这段时间 建马车的次数 比起以往所有时间加起来都要多 好像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 马车在宋辰他们家门口停下来 屋里的宋辰皱着眉头 走出来就看到宋和率先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妹 六位斋的钟掌柜 和回春堂的崔掌柜都来看你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那边 崔掌柜和钟掌柜 也已经先后下了马车 宋姑娘 好些了吗 宋姑娘 感觉还好吗 两人先后走到宋辰的身边 瞧着宋辰的样子确实有些不太好 几道口子在苍白的脸上 显得他更憔悴 脖子上包着棉布 两手上也是一样 是真的伤得不轻 我本只是想让哥哥 去给钟掌柜送个信 没想到还劳烦两位掌柜 亲自过来看我 实在是不好意思 钟掌柜 对不住了 我这伤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会按照我们的协议赔偿的 宋姑娘这样说 就是看不起我钟某人了 万事都有个意外 宋姑娘如今有伤在身 当是好好养伤啊 这一趟 两人就是真心实意地来看宋辰 宋辰感觉有些不太好意思 让宋和先帮忙招待着他们 自己转身进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 在出来的时候 宋辰手上多了两样东西 然后分别把这两样东西 拿给了两位掌柜 钟掌柜手上的是一张方子 是宋辰临时写出来的 一个点心的方子 钟掌柜反反复复地 看了好几遍 而崔掌柜手上的 则是一个小瓶子 和一张小纸条 崔掌柜先把纸条上的内容 看了一遍 却直接被上面的内容惊呆了 多谢宋姑娘 真是多谢宋姑娘 今日我老崔就先告辞了 改日再来看望宋姑娘 钟掌柜此时 与她的心情差不了多少 两人又是同城一车来的 崔掌柜要走了 她自然也是跟着一起告别 多谢宋姑娘 钟柜也改日再来看宋姑娘 这方子就当是我们六位宅买的 马车上 两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死死地捂住 谁都防着谁 她给钟掌柜一个做点心的方子 不过就是因为自己现在也不确定 空间什么时候能再让她进 一天进不去 百香果酱一天就供应不上 钟掌柜那边就会有利益的损失 他们是签了协议的 为了弥补他的利益损失 宋辰就重新给他一个赚钱的路子 这样的话 他自己心里也舒坦些 至于给崔掌柜的 正是之前他做出来的三七碗 瓶子里有十颗 是他从做成功的三七碗里面倒出来的 之前那些稍微有些瑕疵的 他分出来之后 发现其实影响不大 刚巧 这几天他自己也需要吃消炎药 便先紧着那些吃了 回到镇上的崔掌柜 第一时间 找来药铺里医术最好的大夫 跟他一起看三七碗 并且两个人还找了个人做试验 第二天 试验结果一出来 两人都惊呆了 他们找的那个人 就是一个外伤患者 崔掌柜按照宋辰 给他的那张小纸条上说的 让那人内服了两颗三七碗 伤口则是只给他倾斜了一遍 然后包了起来 六位斋的东家 昨日已到重云镇 突然供应不上了百香果酱的情况 让他大发雷霆 钟掌柜也是这会儿才知道 东家已经到了 刚回到镇上 又急急忙忙地 带着送臣给他的方子 来到了东家面前 请东家责罚 崇云臣暂时供应不上百香果酱了 他前方的太师椅上 坐着一个年轻男子 年纪看上去跟苍修玄差不了多少 年轻男子的容貌 也是十分地出色 一身大红衣袍 把他的容颜衬得有些阴柔 却又不缺男性的刚硬 虽不急仓修玄 却也胜过这世上男人九成九 他正是这六位斋 现在的东家 苏泽 苏泽眉头紧皱 却也没有再发怒 百香果酱这样的东西 有多稀奇 在上天的她 自然是比在重云镇的中掌柜 要清楚得多 眼下是他们 倚靠着别人做这个生意 之前让你跟她提的事情怎么样了 东家交代的事情不敢忘记 先前有跟宋姑娘提过 宋姑娘说那百香果 来自蛮蚁之地 不定期会有人给她送货 果子是郑掌柜之前 出去游玩的时候发现的 不定期给她送货的人 也是郑掌柜之前结识的朋友 这些是宋臣之前 说给钟掌柜听的 苏泽听吧 眉头却皱得更厉害了 这么说来 这生意无法做大了 一天二三十罐的百香果酱 连她自己家里都不能管够 这倒也不是 宋姑娘已经让镇长贵南下了 她打算在大容培育百香果 如果宋姑娘能够在我们大容培育成功的话 那百香果往后就不必依靠那蛮夷之地的人了 在大容培育种植 倒是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农家女 还有这样的志向 宋姑娘的确与众不同 钟掌柜适时地拿出宋臣给她的点心方子 董家您请看 这是宋姑娘给我们的点心方子 我仔细看了几遍 用这个方子做出来的点心 必定会成为我们六位寨又一道招牌 苏泽接过方子 仔细瞧了一眼 这张方子上面的点心 是她闻所未闻的 但是 她的看法和钟掌柜一样 按照这张方子上的配方 做出来的点心 必定会成为他们六位斋里 又一道招牌 你亲自帮我按照这方子上的配料准备着 我要亲自先做这道点心 宋臣的这个方子 让她十分感兴趣 所以 她要亲自把这道点心做出来 钟掌柜不敢有任何的耽搁 很快就按照宋臣方子上的配方 把做点心需要的材料准备好了 不过 宋臣的这个方子里 标注的每种材料的用量 都是转换成了这个时代的伎量 第一次做 苏泽没有做得太复杂 宋臣方子里的色彩 她也没有添加 但是她对自己目前做出的这种白色大福 还是十分满意的 对宋臣给的大福这个名字 也甚是满意 再次有去北关村走一趟 东家这是要主动去见宋姑娘吗 她是知道的 他们家这位东家 向来都是眼高于鼎 让她主动去见一个身份 比她低太多的人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眼下 她却要主动去村里找宋臣 想必很是好奇了 她果然如你所说 不一般 东家您稍候 我这就去备车 钟掌柜的猜想被证实 没有再多说什么 退出去准备马车去了 从上午过来第一趟 到下午过来第二趟 宋臣都被钟掌柜的 去而复返惊呆了 钟掌柜 您这是干嘛 宋臣有些担心 钟掌柜 却是对着宋臣哈哈一笑 宋姑娘别紧张 这次是我们东家要来的 你们东家要来 马车里 正是 宋臣无语 这些人怎么都喜欢 不请自来呀 马车里的苏泽 听清了宋臣的声音 跟他想象中的粗雅不一样 宋臣的声音 是清脆 好听的 钟掌柜的话说完 苏泽就忍不住地 跳下了马车 此时的苏泽 还是一身的红衣 出众的脸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勾出了一个邪笑 可是他脸上的笑容 却在看到宋臣的那一瞬间 凝固了 没有黑矮强壮 也不是歪瓜裂枣 站在他面前的宋臣 就犹如一朵 傲然绽放的蜡霉 浑身上下那股子清冷的气质 死死地吸引着他 还有他的脸 洁白光滑 精致可爱 钟掌柜说过 此时的他 不过十二三岁的模样 这般年纪就长成这样 到吉吉的时候 岂不是要倾国倾城了 苏泽感觉 自己的心脏 开始不规则地跳动起来 他在看宋臣 宋臣也在看他 骚气的红衣 自以为是的邪笑 要不是他这张脸长得好看 宋臣都觉得 自己见到沙马特了 钟掌柜 这就是你们东家吗 是的 宋姑娘 这位就是我们六位斋的东家 我叫苏泽 没等钟掌柜介绍完 苏泽率先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苏泽 名字也还不错 你好 我叫宋臣 不知道苏老板 此次来有何事 宋姑娘叫我名字就行了 苏泽 苏泽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从马车上 取出了之前做好的大福 拎着朝他走过来 到了宋臣面前 他才打开石盒的盖子 整整齐齐的三排大福 出现在宋臣的面前 宋臣瞬间双眼放光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你们六位斋的速度不错吗 我做的 你说这些大福是你做的 我当时没想到 你还会做这些东西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大福做出来 说明你对点心这一块 颇有心得 这倒是挺符合六位斋 东家身份的 的确是有些心得 宋姑娘莫不是以为 我不过就是一个顽固子弟 继承家业 成了这六位斋的东家吧 一开始 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是现在改观了 为了彻底改观 我先尝尝味道如何 宋臣从石盒里 拿出一个大福 外形圆魂有致 呈红色的红薯芯 点着的它更是诱人 咬下一口 香甜软糯 吃完一个 它又忍不住拿了一个 几口消灭干净 嗯 你完全掌握了精神 甜而不腻 滑嫩可口 如果里面的红薯 换成草莓 那味道便能更上一层楼 能得宋姑娘如此称赞 我深感荣幸 苏泽努力控制着自己 不要失态 但是他现在的心情 真的很好 东家 要不咱就跟宋姑娘 买了这方子 对对对 这么好的方子 我们一定得买下来 不能白白占你的便宜 这些话 让钟掌柜再次惊讶了 他们东家 什么时候这么善良了 说个不好听的 他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奸商好吗 这个方子 我既然送给你们 六位摘了 那便没有再收钱的道理 就算是我的歉意吧 我这伤 还要些日子 才能痊愈 在这之前 我都没有办法 给你们供应百香果酱了 他实在是不知道 空间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就好像之前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 你好好养伤 其他的事情不用急 苏泽并没有再提起 百香果酱的事 这银子你且收下 我瞧着 你们现在也正是 花钱的时候 这世上 方子向来都是人们 捂得最紧的东西 你倒是大方 直接就这样拿了出来 我们受之有愧 你若是不收下这银子 我们怎么用得安心呢 这点你不用担心 这个方子 绝对不会再 从我手上流出去 但是如果你们 自己没收好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也不用担心 我自己会拿 这个方子出去做 我既然选择了 跟你们六位摘合作 就绝对不会出现 跟你们抢生意的事 钟掌柜听着宋辰的话 仔细想了想 他听着宋辰那些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是这个意思吗 他 真是的 这丫头看着不傻呀 怎么话都听不明白呢 苏泽也没有了 留下来的道理 留下一句好好养伤 就带着钟掌柜回去了 回到家里 他又开始倒腾 从李郎中家里 拿回来的油葱 也就是卢慧 原本他是打算 做卢慧胶的 但是他现在手边 没有凝胶粉末 只能退而求其次地 做更为复杂的纯路 可谁知道 纯路都还没做出来 空间就恢复正常了 就在空间恢复正常的 一瞬间 宋辰突然消失在原地 直接被带进了空间里面 几天没进来 空间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必应该是又升级一次了 放眼望去 还是一眼望不到头 可是宋辰却能看到 他左右不再是空旷的草地 而是一排排 枝头挂满果子的果树 他穿梭在果林之间 时不时地伸手 这个果子品尝 吃饱了走累了 就往后面新出现的 一座房子里走去 打开门的一瞬间 宋辰重重地叹了一声 我去 这个新出现的房子 就像是一个育苗基地 高高低低地 长着许多的新苗 而在房子的另外一边 则是一整面墙的柜子 一米见方 每个柜子里都装满了 各种各样的种子 这还真是 一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种子 仔细地挑选了几种 比较好培育的水果种子 宋辰就准备要出去了 只是他意念还没闪过 他的裤脚就被咬住了 宋辰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竟然是一只白猫 空间里什么时候多了只猫 他怎么不知道 宋辰好奇地蹲下来 这小东西通体全白 实在是可爱的紧 小东西 你是想跟我一起出去吗 以前我怎么没有 在空间里见过你呢 难道 你也是空间升级之后出现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 还撒娇一样地往他身上靠 结果 听到他说的后半句 又十分傲娇地走开了 宋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惋惜地叹了口气 闪身出了空间 白猫看着空荡荡的空间 眼里竟是委屈 回到重云镇的第二天 沧修玄去了趟回春堂之后 就准备要去北关村 崔掌柜这才把宋辰受伤的事情告诉他 沧修玄端着茶杯 骨结分明的手指瞬间收紧 你说上回你去上京的时候 他就已经受伤 回大主子 属下当时 因为三妻药丸太过兴奋 忘 请大主子恕罪 属下失职 沧修玄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起身离开 崔掌柜跪在地上 久久不敢起身 这一次去北关村 沧修玄舍弃了马车 快马加鞭地赶了过去 这个点 宋辰刚从被窝里爬出来 好像因为受伤 他自己也不觉得起得晚 良心不安了 沧修玄进门的时候 他正在咕噜咕噜地竖着口 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眼睛的人 宋辰动作一顿 一口竖口水 竟然就被他这样吞了下去 宋辰心里那个难受啊 沧修玄却是二话不说 直接走到宋辰的面前 仔细瞧了瞧他 脸上尚渴 没胖也没瘦 四肢依然健全 但脸上和脖子刚长出腥肉的地方 还是粉色 伤得可重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已经没事了 都是些皮外伤 都伤到了哪些地方 宋辰只得把自己受伤 比较重的几个位置 说给他听 沧修玄的脸色 则是越来越沉 跟我去回春堂 沧修玄伸手就要去拉宋辰 宋辰下意识一躲 为何要去回春堂 你有事起书便是 回春堂的大夫 艺术还不错 我带你去看看 我自己懂医术 还要找其他人作合 他的这个小表情甚是生动 沧修玄被他这样看着 耳根后面开始微微发热 他如此行径 与毛头小子又有何区别 不动声色地调整好自己的心绪 沧修玄也知道 宋辰身上的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又想起 自己着急忙碰的过来 似乎没有任何理由 宋辰却挑了挑眉 你知道了三七丸的事 宋辰以为 沧修玄这样匆匆而来 是为了他给崔掌柜的 那些三七丸 三七丸着实令人震惊 崔掌柜在人身上试了 效果极其显著 比起直接撒在伤口上 好上百倍 这是自然 三七粉携带服用均不方便 而且在一贯的粉碎过程中 三七中的一些 有用的成分可能流失 导致药香降低 可能大量地做出来 但是 如果要大量制作三七丸的话 有些事情 他还是不得不顾忌 三七丸我可以做 并且除了三七丸 还能做别的止血针痛的药丸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要你在北关村 建造一个制药作坊 并为其提供庇护 原本他是打算 自己弄一个作坊的 但是 沧修玄的到来 进一步证实了 他之前的猜测 如果真的有战争 三七丸这种药 被其他势力所知 他将会面临巨大危机 钱要赚 却不能拿命冒险 为何是制药作坊 他知道 你不必这样看着我 宋臣就是北关村的宋臣 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大事不知两三件 一心只是为了安稳地生活 他这几句话 也算是跟沧修玄交了底 沧修玄何其聪明的人 自然明白宋臣这话的意思 你接着说 只要作坊 不过就是处理一些日常用药 三七丸 不会出现在作坊之中 在这一点上 宋臣相信 沧修玄跟他是能达成共识的 他不希望 三七丸被更多的人知道 沧修玄必定也是不希望 三七丸出现在别人手中 那你如何大量做出来三七丸 制药作坊 不做三七丸 他觉得没有存在的意义 没有制药作坊这个幌子 你有打算如何让大量药材 出现在北关村 宋臣不打反问 事情说到这个份上了 宋臣也不妨再多说一些 我与你做这个生意 一来是想赚钱 二来是回春堂多年以来 口碑甚好 你是回春堂背后的东家 我觉得你是可信可靠之人 好 我答应你 不日我便让人来建造作坊 就让庄先生来主持建造吧 这两日我便将图纸拿给他 有些设备还需要你帮忙 在这里 他的实力实在是有限 要想活得四亿一些 就要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 但若靠他自己一点点去积累 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眼下形势不明 战争始终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制药作坊的选址是宋臣定的 与他家相隔不远 作坊动工的那天 林茂峰全程都激动不已 村里人目前还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 宋臣却提前跟他透了个底 一个作坊 能够让村里不少人有活干 有银子赚 他这个理政心中自然高兴不已 这么多年 村里人都穷伤了 一个月后 宋臣家的新屋落成 差不多同时 庄伯松也把宋臣定制的家具送了过来 搬家的当日 宋王氏娘家人早早便来了 你瞧我 这么大好的日子我还掉眼泪 娘氏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不光是他 宋王氏的爹 也是忍不住眼眶发红 一双儿女 现在总算是有一个能过上好日子了 外公外婆 你们带着舅舅搬过来住吧 宋臣看着两位老人 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这可不行 看到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 我们就开心了 这是你们宋家的房子 我们姓王的过来像什么样子呀 外公知道丫头你有这份孝心就足够了 就是啊 你这丫头 这话往后可不许再说了 让人听到指不定怎么说你娘呢 日子是我们自己的 无管别人说什么 外公外婆生了我娘 又将她养大 她孝孝二位是天经地义的事 宋臣向来不喜欢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思想 生养一场 到头来 嫁到别人家 就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那还要生下来做什么 外公外婆 妹妹说的没错 别说爹娘了 我和妹妹也是该孝敬您二老的 毕竟没有您二老 就没有我娘 也就没有我们兄妹了 您二老就带着舅舅搬过来吧 宋和也没有一点意见 他反倒是懊悔 自己没有早点想到这一点 外公外婆虽然见得不多 可每回见到外公外婆 他都感受到了别的小孩子 被长辈宠爱的感觉 岳丈 岳母 搬过来吧 小舅子身体不好 您二老年纪也大了 孩子他娘不放心你们 搬过来住 大家都有个照应 再说小陈他懂点医术 还能时不时地为小舅子调养身体呢 一家四口地劝说 让王家人感动不已 可不管怎么说 他们还是觉得住在女婿家不好 你们有这份心就够了 我也不后悔把女儿嫁给你 前些年 她跟着你吃了不少苦 往后你好好对她就是了 家里房子还能住 我们两个老的也都还能动 要是真的等到我们搞不动了 你们 往后若我们搞不动了 你弟弟若还在 你能帮便帮一把吧 爹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他是我兄弟 我怎么可能不管他 外公 娘 你们不要这么悲观 不是还我吗 宋臣说 陈丫头 你真的能看病 我先给舅舅把把卖 王狗盛 木然的样子也变了些 他知道这个小外甥女身上 发生过很神奇的事情 说不定 他真的有法子治好自己呢 他想活着 外公 你还是先给舅舅改个名字吧 王狗盛这个名字 还真是听着难受 王奎土却不明白他的意思 陈丫头 你这是啥意思呀 不行吗 可再也没有比狗盛 再进的名了呀 我是觉得 狗盛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往后舅舅用不上这个名字了 我能治 小陈 你说的是真的 陈丫头 你没骗外公 真的能治 你这老头子 在说什么胡话呢 陈丫头是这么不懂事的人吗 那这种事骗人 对的外公 妹妹不会骗人的 她说能治 就一定能治的 宋王氏和宋大山 都跟着猛的点头 王奎土哈哈大笑起来 沟壑纵横的脸上 仿佛都显得不那么沧桑了 倒是之前最冷静的外婆 这会儿却捂着脸 呜呜夜夜地哭了起来 娘 这不是好消息吗 怎么还哭呢 我就是太高兴了 你看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总是想着哭 这是一个温馨又有爱的氛围 宋臣置身其中 身心都十分地放松 他喜欢这种感觉 喜欢一家人相亲相爱的感觉 舅舅先天不足 治疗起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再过些日子 我可能忙得很 我爹娘也没有时间照顾 这下 外公外婆得住下来了吧 你这丫头 鬼精灵得很 你舅舅的事 外婆要好好谢谢你 外婆住下来 你们家里的事我全包了 你外公还是得回去的 宋臣也没有再继续勉强 反正日子还长 这样好的外公外婆 他迟早有一天是要骗过来的 宋臣他们在屋里耽误了不少时间 外面的酒席已经快要开了 搬家酒席 宋大山请的是李政 林茂峰 帮忙当督管 听到他在外面 麦里的吆喝声 宋臣他们赶紧地出来了 不过 这场酒宴 宋大山倒也没有把全村的人都请了过来 大部分都是来干活的人家 他担心把全村的人都请过来了 别人会说他存心显摆 虽然不请也会有人说 可吃了他的一顿好的再来说他 就有点听不下去了 酒席上 宋大山带着宋臣 宋和 跟庄博松和他带来的工匠师傅一桌 王奎土一家和林茂峰 还有李郎中他们一桌 都是上席 宋王室没上桌 开席前 宋大山先讲了几句话 宋臣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人都坐上桌了 还不上菜 哥 怎么不上菜 宋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等到宋大山讲完感谢的话 厨房这才开始上菜 一桌八碗 四荤四素 宋臣家的荤 不是跟别人家一样 只让人见着荤星 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大肉筷子 桌上的村民 总是能又快又准地 把肉夹起来 放进自己的嘴里 就连肥油顺着嘴角流下来 都顾不得擦 又去抢第二块了 没错 就是抢 宋臣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是真的明白了 宋和的那句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觉得跟上次不一样啊 上次我们请的都是关系好的人 可这次来的 大多都是在我们家做工的人 这么好的菜 谁还管脸面呢 吃饱吃好才最重要 这次搬家 他们家的韭菜又丰富得很 大家自然是敞开了吃 在他们这般风卷残云的吃法下 基本上半个时辰的样子 大部分人的酒席都吃完了 洗面上干干净净 没有一个碗里有剩菜 来吃酒席的人 一个个都是饿着肚子来 撑着肚皮回去 蒸这么多的馒头 炒这么多的菜 厨房里的妇人们都累得不愿动态 休息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吃饭 他们的菜跟前面酒席的菜是一样的 大家也是吃得十分的满足 今天辛苦大伙了 我把工钱结了 赶紧回去歇着吧 鬼香 你这就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啊 这么个大好事 我们过来帮个忙 还要给我们结工钱 工钱当然要结了 我们先前就说好了的 你们可不信这样的 不然往后有事 我可不敢再找你们了 这话算是比较有用的 他们一个个也不再说什么 只是看着宋王氏的眼神有些好笑 建房子的时候帮忙做饭 是十五个铜钱一天 今天这活儿实在是累得很 我们就开二十个铜钱 鬼香 鬼香 你家里钱是不是多了烧得慌啊 都说不用给工钱 你非要给 给就算了 你还要多给五个铜钱 满江嫂子 你可别这样 哪有让你们白白干活的道理 我自己也是在厨房打串的人 知道这活儿辛苦 不然你们哪能累成这样 工钱就这样说 拿着 散席后 宋臣拎着一篮子东西 来到了老宋家这边 吃饭的时候 他看到宋明过来了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做 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宋臣想起之前宋明打翻酒坛子的事 心中有些不忍 便带着些吃的悄悄地准备给他们送过去 宋老四死后 老宋家又因为宋老大分了家 宋明和他娘相依为命 日子应该也是挺难过的 这还是宋臣在老宋家 分家之后 第一次来到他们这里 以往就算是经过这里 他都没有仔细去看 你 你来干什么 拿回去吧 隔着上面盖的布 宋明闻到了肉香 惊讶地看着宋臣 君去吧 我走了 他不知道 宋老四为什么会去九岭山 但是他在原主隐隐约约的记忆里能知道 原主这个四婶儿 虽不说帮过他们什么 却是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欺负他的 宋臣外婆就带着王狗事 在宋臣家住了下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 外婆就开始在厨房忙活起来了 等到宋王氏起床 准备给一家人准备早饭的时候 他娘早就已经把早饭端上桌了 娘 您这是当真呢 那肯定是要当真的 难不成娘真在这里白吃白住啊 这是你家又不是娘的家 那我回去不也是白吃白住 那可不一样 那是你娘家 你自己也说了是回去 回自家怎么就是白吃白住了 娘 您这是不讲道理 反正往后这些事您就不要做了 家里还有我 宋臣在外面听着两人的对话 只觉得好笑 没想到老太太的脑子转得还挺快的 吃完饭 宋臣就开始给王狗剩针灸 看着宋臣打开的盒子里 是一排排的长针 宋大山他们都被吓了一跳 小陈 你这是做什么用的呀 迎针拿出来 宋臣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沉声地说了两个字 针灸 他们还想再问什么 宋臣已经将第一根针扎进了王狗剩的身体里 宋和被吓得直接闭上了眼睛 外婆的一双手也是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被银针扎得王狗剩 只觉得自己背上刺痛 紧接着就是酸胀 不多时 王狗剩身上就插了不少银针 就连两个手的手腕上都分别插上了一根 每过一盏茶的时间 宋臣运针一次 半课钟后 宋臣将王狗剩身上的银针全部拔下来 他在为银针消毒的时候 外婆他们纷纷上前询问他的感觉 小辰 这第一次治疗怎么样 娘这话要问舅舅 不是问我 你拿这么多针干嘛 针球 宋王氏也看到了他脸色不太好 便没再多问他 转而走到了王狗剩的身边 弟 你感觉怎么样 姐 我感觉身上短短的 很舒服 那就好 那就好 这一话 宋王氏听了 一连说了两句 那就好 一句是为弟弟的身体 一句是为女儿 他也不想女儿一番白费功夫 外婆紧张的心情也瞬间得到了书记 陈丫头这针扎的还真有用 她往常都是觉得身上发冷 现在竟然会觉得暖和了 针球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我再去写个方子出来 让我哥拿去回春堂拿药 外婆连忙把外公走的时候 留下来的银子拿出来给送和 小和 给你抓药 外婆 您这是干什么 收下吧 这是应该的 你们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外婆 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 可她是我舅舅啊 是我娘唯一的弟弟 你非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岂不是要连我的诊金也给了 我先前帮镇上一位贵人看病 别人可是光诊金就给了一百两呢 这 外婆 这银子您收着 留着给我舅舅娶舅妈 这会儿被送和这句话一说 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休息了一下后 宋晨就出门去了制药作坊那边 差不多过去一个月了 作坊也差不多要完工了 按照苍修悬让人送过来的信 他要的设备 这两天应该也就要到了 他要开始招工了 想到这里 宋晨又去了林茂峰家里一趟 把自己的来意说给林茂峰之后 只要作坊里面用的人 一定是要平行端正 老实肯干的 这个人选 我还是得仔细斟酌一下 人您就帮我把关吧 拿你都行 对了 上次跟你说的地怎么样了 嗨 你瞧瞧我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你要的地 我们村还真是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我连别的村都去看了 上等的良田出树的少 你要不要考虑下荒地 我们村都是有这么大的 没想到有银子了 买地也难 那有多少先买多少吧 荒地 我再考虑考虑 从林茂峰家一出来 宋晨就看到前面围了不少人 挤进人群里一看 宋阳氏爹坐在人群里 抱着宋明不停地掉眼泪 头发被抓得杂乱不堪 一边脸上还有几个手指印 而另外一头 是宋周氏尖酸刻薄的嘴脸 你这个下贱的娼妇 我家老四走了一年不到 你就忍不住找野男人啊 你这是要把我儿子气得 从棺材里爬出来找你啊 这明明就是宋晨送过来给我们的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娘 我爹死了 我娘也要死了 你是想让我也死吗 宋明死死地瞪着宋周氏 眼里满是仇恨 刚刚她娘抱着她 跟她说了好几遍 她活不下去了 娘会这样想 都是这个老太婆逼的 她还记得 爹死的那天 就是被爷爷叫出去的 你这个死白眼狼 我是你奶 你连我都敢退 死兔崽子 你娘就是不守妇道 勾搭了野男人过来 还说什么是宋晨那个死丫头送的 那个死丫头恨死老宋家的人了 还会送吃的给你 宋明被打翻 头磕在了地上的石头上 顿时流了血 可是宋周氏的话 让她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点都不在乎头上再流血 我娘没有 我娘就是没有 明儿 别说了 是娘对不起你 娘没用 往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 娘 你留她一个人在世上 她要怎么好好的 难不成你还认为 这个老余婆在你死后 还会照顾宋明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些 宋阳氏被宋晨的话 说得心更凉了 你让我还怎么活 日子哭点累点不要紧 可她当着这么多人污蔑我 我哪里还有脸活下去 你既然知道她污蔑你 为何你就不能力证自己的清白 女子本若为母则刚 你的儿子已经失去了父亲 如果再没有了你 她注定只能凄惨过一生 并且还不知道她这一生 那有多长 宋明今天的表现 再次让宋晨刮目相看 所以她愿意多说几句 你说这些东西 是你送给他们的 你为什么要送给他们 你不是最恨 我们老宋家的人吗 再说你就算是要送 那也不该是送给他们 而是应该要送给我和你爷爷 可笑 你也知道我最恨你们 那哪里还有什么爷爷奶奶 我的东西 我想送谁就送给谁 大伙都看看 这地上被打翻的菜 是不是我们家 昨个酒席上的菜 在场的人 有些是昨天在宋神家 吃过酒席的 昨天吃的什么菜 他们估计接下来一年都记得 这就是昨天宋老三 他们搬家宴上的菜啊 那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得呢 可不就是现在都记得吗 别说宋老三 他们是真大方 摆了那么多桌 桌桌都是管够了吃 不想去别处吃酒席 一碗菜里就两片肉 那白面馒头又软又香 配上那大筷子的肉 我能记一辈子呢 瞧你这出息 嗨 别说我没出息 你们敢说你们不记得 被问道话的吉人 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聊着聊着 好像忘记了场合了 你们这些个烂舌头的 几块肉就把你们收买了 一辈子没吃过肉吗 老娘家的事你们少参惑 吃吃吃也不怕撑死 宋大山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偶尔还能吃一顿白面 各把月能开一次婚 宋大山他们走了 家分了一次又一次 现在家里所有的活 都压在了他和老头子身上 一天累死累活 吃糠燕菜 银子还留不下来一文 你这个老渔婆 这么大年纪也不知道几点得 我就是撑死了 也比你馋死好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老天爷都不给你 过一天好日子 你瞧宋老三 跟你没关系了 人家日子风生水起的 再看看你们 哎哟 这一个个的院墙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耗子龙呢 自己想吃肉 抢过来也就算了 还非要污蔑儿媳妇偷人 宋老四要是知道 有你这样的娘 那才是真的会气得 从棺材里跳出来呢 你们这些短命的 短命的 做完这一切 宋周氏骂骂咧咧地回了家 拎着关门前 又指着众人骂了几句 这话听着就是在咒人 谁能听得下去啊 几个人撸着袖子 就冲上前去了 想好了吗 是要活还是要死 宋阳氏咬着唇 不开枪 娘 你要是死了 我也跟你一起死了算了 宋阳氏看着眼前的孩子 这些日子 家里变故太多 孩子好像也是 一夜之间长大了一般 看得他是又欣慰又难过 往后的日子 怎么过他都还不知道 孩子长大这么早 又有什么用 明儿 明儿 四姐 你再帮我劝劝我娘吧 我不要她死 她死了 我就是一个人了 我害怕 宋明扑通一声 就给宋辰跪了下来 喊出了生平第一声四姐 宋辰没料到 她会突然跪下来 急忙侧身躲了过去 你这是干什么 男人膝下有黄金 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事都能跪的 至于你娘 她要死便死 她都狠心留下你一个人了 你用什么舍不得的 最多是到时候 老宋家的人折磨你起来 你受不了了 再下去找她 到时候你们一家人 又可以团聚了 宋辰的话 就像是一个石头 重重地砸到宋阳氏的心上 她不禁在想 她是真的想死吗 或者说 她是因为宋周氏的 诬陷想死吗 明儿 娘不死 娘一直陪着你 不管日子再怎么难 她还有个儿子 不能太自私 母子俩抱成一团 哭得伤心 宋周氏再厉害 也没有办法一对多 脸都被挠花了 好些地方都肿了起来 闹够了没有 成天闹闹闹的 能不能让人安生一下 这个死老太婆 现在是越来越没用了 怎么两口吃食 都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老宋头 你也别怪我们 是她自己最贱 丢下这句话 打架的几人扬长而去 宋周氏丢了脸 又挨了打 浑身的气都没地方撒 只能又去找宋阳氏的麻烦 怎么 刚刚挨打还没挨够 死丫头 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你不是不爱 跟我们扯上关系的吗 我们老宋家的事 不要你管 你们老宋家的事 你怕是老糊涂了吧 他们母子两个 被你们分出去了 现在你们老宋家 只有你们两个老的 和宋青云了 对了 你们都分家这么久了 宋青云就没回来过 你们现在可是要靠着 宋青云给你们养老了 可别到时候 宋青云两手一甩 那就麻烦了 宋辰 不管怎么说你还姓宋 不要太过分 宋老汉阴瑟瑟地盯着他 自从这丫头不傻了 他就感觉 什么事都变得邪性起来 此宋非彼宋 与你无关 不想太多 还在这里等着继续丢人吗 还不快些死进去 宋辰油盐不尽 让宋老头很是火大 冲着宋周氏 就是一顿骂 宋周氏不敢不听 等宋辰这个小贱人走了 要收拾宋阳氏 他多的是机会 宋辰对他们的行事作风 太了解了 宋阳氏自己也清楚 宋周氏进去之前 看他的那一眼 说明了一切 他只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心里默念着宋辰说过的那句话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我家之前住过的那个破屋 是我买下来的 你要是不嫌弃 你们母子就搬到那边去住吧 你 你说什么 你们住在这里 往后必定是没有安静日子过的 反正都分家了 搬去哪里是你的自由 只不过你搬走了 分家的时候分到的东西 可就不是你们的了 你自己想想吧 你真的愿意借给我们住吗 宋辰的这个建议 宋阳氏根本是想都不用想的 分家不过是短短一个月 他早就已经在这里住够了 他们母子夹在这个中间 就没安宁过 不是这家吵架 就是那家吵架 宋周氏不开心的时候 还要抓着谁骂谁 就连有点好东西都没地方藏 你要是愿意去 我爹会帮你们休整一番的 保证安全 谢谢你 谢谢你 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四姐 谢谢你 我长大了一定报答你 宋明也哭了 现在他们住的这个地方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魔窟 他一点都不喜欢 相反的 他现在十分地喜欢宋辰 每次靠近他 都感觉十分地有安全感 报答我就不用了 好消敬你娘吧 赶紧收拾一下准备班吧 宋阳氏连连点头 拉着宋明就去收拾东西了 他知道宋辰为什么让他赶紧收拾 等到宋周氏找上他们了 他可能又要吃亏的 第二天一早 宋周氏养足的精神 就去踹宋阳氏的门了 可门打开的一瞬间 他就傻眼了 房里空空荡荡 宋阳氏和宋明不见人影 老头子 你快来啊 剑腹带着宋明跟野男人跑了 宋老汉抽烟的动作一顿 急步走了过来 果然 宋阳氏和宋明住的屋子里 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 人也不见了 快去找李正 这种不守妇道的仓妇 必须要进猪笼 可宋周氏的脑回路 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 一路跑一路嚷嚷 好在 林茂峰家也在村子中央 宋周氏很快就到了 林茂峰正准备着要去找宋臣 被宋周氏赌了个正着 李正 你快带些人去找杨春华 那个贱人跟野男人跑了 宋大娘 这种话可不是乱说的 我没乱说 你不信就跟我去看看 我早上去找杨春华的时候 他住的屋子里空空荡荡的 能搬的东西全都搬走了 你说这不是跟野男人跑了 是去哪里了 先去看看 两人急步往老宋家走去 一路上有不少人家 看到林茂峰神色凝重的样子 李正 大清早代出了什么事吗 事情没有确认 林茂峰并不打算多说 宋周氏却迫不及待地嚷嚷出来了 杨春华那个贱人跟野男人跑了 李正先去看看 就要带人去抓人了 宋大娘 事情都没有搞清楚 你这样说不合适 哪里没搞清楚 他人就这样突然不见了 要不是有野男人 还能去哪里 速度好快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知道其中隐情 宋阳氏母子 应该是搬到宋陈家之前 那个破屋子里去住了 昨天就污蔑人家有野男人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教训了别人一番 今天又来了 我看要不是宋陈好心 宋阳氏迟早要被欺负死 宋陈那个死丫头 怎么会这么好心 她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昨天你们进去之后 宋陈当着好多人的面说的 让宋阳氏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搬到他那里去住 我要是宋阳氏我也搬哪 昨天那场景 人都要被你给逼死了 还是宋陈劝回来的 我先去大山那里看看 宋周氏也连忙跟着一起过去了 宋陈他们在的那个破房子里 宋阳氏和宋明 睡了宋老四死后最舒服的一个觉 明儿快些起来洗脸吃早饭 宋明很快就从屋里出来了 挤完脸就坐下来吃饭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门被敲响了 外面传来了宋王氏的声音 弟妹 起了吗 里面没有回应 宋王氏又敲了一遍 弟妹 我就是来给你们送点吃的 我放在门外凳上 你们等一下自己拿进去啊 放下手上的碗 宋王氏就准备转身离开 这时 屋子的门从里面被打开 宋阳氏红着眼睛 站在门里面 嫂子 我 我 宋阳氏实在是不知道 此时此刻自己应该说什么 什么都别想 安心地住下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再说 你也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我都知道 他们在欺负小城的时候 你们从来没参与过 我也不怪你们不帮忙 毕竟在老宋家过日子 挺不容易的 嫂子 你这样说我就更惭愧了 我们在老宋家的时候 再难也没有你难 我不敢 好了 过去的事情就别再说了 再怎么说 宋明还是要叫大山一声勃勃的 就冲着这一点 小城帮你们 我也没话说 嫂子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谢谢小城 老四没了 小城暗中帮了我们好些次 我都记得的 以后你们有什么事用得上我的 尽管开口 我虽然没什么本事 多少应该能帮上些忙的 行 宋王氏没有多说 拿过放在一旁的海碗 这是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宋阳氏连忙双手煎了过去 海碗里装着满满一碗的肉 碗还是烫的 的确是早上刚做出来的 嫂子 你等一下 我这就把碗给你腾出来 怎么 听你陈甲说 你长大了 还真是这样的呢 我以为您会不理我 宋王氏微微一愣 说什么傻话呢 贱人 你怎么在这里 宋阳氏把碗洗干净送出来的时候 林茂峰他们正好过来 宋周氏一看到他就开骂 宋阳氏和宋王氏同时皱了眉 宋阳氏 你可是搬到这里住了 是的 昨天夜里搬过来的 那你们往后都住在这里了 只要他们愿意 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得到答案 林茂峰又转向了宋周氏 宋大娘 你可听清楚了 他们只不过是搬家了 并没有你说的那些龌龊事 以后有事情 还是搞清楚再说 不要误了别人名声 宋周氏咬着牙 不行 他们不能住在这里 为什么不行 他们已经从你们老宋家分出来了 住在哪里是他们的自由 再说了 依然住在老宋家那间屋子里 还有活路吗 我不管 就算是分家了 他们也还是我们老宋家的人 我家老四没了 我不能连他唯一的血脉也守不住 宋老四的血脉就在这里 什么守不守得住 分了家就要有分了家的样子 宋大娘 你还是要拎清些 宋阳氏母子 好好的 只是搬到这里来住了 往后那些不好听的话 宋大娘还是不要说了 你们家老六往后中了局 进了事 可便因为茶局毁了所有 林茂峰的话 吓得宋周氏的脸色煞白 他想起来了 老六好像跟他说过类似的话 可他一激动就会给忘了 当下 宋周氏二话没说 就灰溜溜地回去了 林茂峰便去找了宋陈 作坊那边的工人 他基本上定下来了 还得找宋陈看看 有没有什么意见 宋陈正好吃完早饭 准备去作坊里看看 见林茂峰来了 就邀他一道去了作坊 路上 两人说起工人的事 我听李正书说 这些人 有些是一家人 对吗 是有一些这样的 这几家人在村里 都是有名的老师肯干 李正书找的人 我是没什么意见 只是目前我们作坊 一开始投入生产的话 需要的工人不是很多 这二十个名额 三家人都占掉一半 也就是说 我这个作坊短时间内 只能帮助不到实户的人 创造新的景象 他既然没有让苍修悬送人过来 而是在村里找人 就是想要给村里的人 创造一些就业的机会 这样 大家的日子也不用那么难过了 你的意思是 尽量地让更多的人家参与进来 对 我希望这第一批的二十个名额 是从二十户人家出来的 我们村也就七八十户人家 从八十户里 找出二十个勤劳肯干的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其他 暂时没有选上的 一部分可以成为下一批的储备 没有被选中的人 可以去采药过来卖 臣丫头 你 林茂峰听着宋陈的这些话 心中有着前所未有的激动 之前 宋陈说的时候 他还没有这么真实的感受 可他今天跟他说这些的时候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北关村美好的未来 李正说 我是北关村的人 要好 三十大家一起好 好好好 北关村的人都必须要感谢你 林茂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我马上去把全村的人都召集在一起 然后当众挑选作坊的工人 也趁着这个机会 把其他的话告诉大家 林茂峰说完 就直接转身往村里去了 林茂峰的动作很快 一番敲锣打鼓之后 全村人都集中到了村中央 大家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林茂峰站在高台上 看着下面站得密密麻麻的人 开始扯着嗓子喊起来 宋家的制药作坊要招工了 第一批找二十个老实勤恳的人 有想去的就来我这里报名 食无闻一天 每月可休息一天 另外还要招三十名预备工人 这三十名大概会在作坊 开工一个月之后开始干活 有想去的人也都可以来我这里报名 工钱也是十五闻一天 十五闻一天 天天都有活干吗 只要药材供应得上 就天天有活干 制药是我与回春堂合伙的生意 只要回春堂不出问题 我们制药作坊就不会有问题 我做 人群里有了第一个人开口 后面的人也纷纷喊了起来 宋臣听的这些声音全都是男人 不由得皱了皱眉 除了大哥叔伯 嫂子 婶子也是可以报名的 女子干里面的活 男人干外面的活 不相干 果然 有了他这句话 很快就有女人的声音出现了 李正叔 接下来就交给您和爹了哈 选人的事 宋臣搞不定 但是 宋大山和林茂峰 却是知道村里的人都是什么样的 有他们两个人把关 肯定没有偷奸耍滑的人 能从他们眼下混过去 经过一番挑选 第一批二十个人 宋大山和林茂峰已经挑选了出来 今天第一批二十个工人准备一下 明日开始过来学习认识药材和处理药材 五日后开工 不过 工钱从明日开始计算 相对于第一批被挑中的工人 没有被挑中的人 心里还是有些不高兴的 不过也就是一些不高兴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 做完了事能不能拿工钱 毕竟 不是宋臣说是回春堂 就是回春堂的 万一做了事 发不起工钱 那不是白做了吗 宋臣不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 也不在乎这些想法 这边人散了 他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他就开始专心地梳理起 要签的合同了 只要作坊的工人做工 必须是要对外保密的 合同是一定要签的 毛笔他还是用不惯 其他的笔又不能拿出来 只能继续用他自己烧的树枝来写字 几天的针灸和中药的调理下来 王狗胜自己已经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了 王狗胜过来的时候 宋臣正写得认真 没有注意到他 王狗胜在一旁站了一会儿 对宋臣写的东西很感兴趣 小辰 你这是写的什么呀 我在写作坊工人的契约书呢 那这个呢 王狗胜指着宋臣手上的探条 这个呀 是我自己做的笔 我毛笔子写得很丑 这个写起来要好点 我能试试吗 舅舅读过书 没读过 只觉得这些字看起来很有意思 想要试试 宋臣想想也是 按照他之前的那个身体状况 和家庭情况 他也是不可能读书的 在这个时代 买一本书 动辄几两十几两的 镇上一般读书人都是自己抄书 这边有我之前写费的纸 就就在这上面写试试 汪狗胜没有拒绝 拿过一旁宋臣写费的纸 在里面挑了一个字 开始描绘着 宋臣看他写的第一个字 的确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人 写出来的歪歪扭扭 笔顺错乱 结果等到他写完第二份契约 再去看王狗胜的时候 他惊呆了 纸张上一排排的字 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几乎跟他写得一模一样了 舅舅 你确定你之前 不是为了给我留面子 小辰 你这是什么话呀 哥 你快来看看 宋臣干脆把宋和也叫了过来 你看 这上面的字 哪些是我写的 哪些是舅舅写的 宋和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 这还用问吗 这几个字是舅舅写的呀 其他的都是你写的 那几个字歪歪扭扭的 跟蚯蚓爬过一样 一看就是舅舅写的 舅舅 现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吧 我 我就是照着你的字写的 没想到写着写着就写成这样了 什么 舅舅 你说这下面的字都是你写的 没 真的假的 真的 舅舅简直就是天宗奇才 这个发现 让宋臣也是止不住地兴奋起来了 看来他得赶紧去镇上一趟 买几本书回来 看看他到底是模仿能力出众还是怎么样 如果他看书也是跟学写字一样的话 那他说什么都要把他送上科举之路 王狗胜写字这件事 很快全家人都知道了 虽然宋家人除了宋臣之外 都是大字不识一个 可写的好坏 还是看得出来的 舅舅 你可以按照我写的这一份 写一份一模一样的出来吗 我试试 接下来 大家就宁神摒弃地看着王狗胜 抄写契约 宋臣也在一旁写着 他没写一句 便读一句 王狗胜便跟着读一句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王狗胜就把一份契约写完了 时间跟宋臣花的时间差不多 宋大山他们看了看 王狗胜写的 几乎和宋臣写的一模一样 你们现在看到了吧 这真的是舅舅写的 宋臣说话的时候 显得有些得意 接着 他又转向王狗胜 舅舅 我刚说的 你记住了多少 于是 王狗胜又把自己听宋臣念的 念了一遍 百分之八十都是正确的 这一下 宋臣确定 王狗胜就是个天才 一个读书的天才 宋臣 和宋王室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是能肯定的是 绝对和王狗胜有关 宋王室的娘 则是好半天都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宋臣的眼神 多了许多感激 次日 宋臣和林茂峰 带着他们一起来到了作坊 作坊里面的设备 已经安装得差不多了 来到作坊之后 宋臣首先跟他们 说了一遍契约的事 并且把他的契约 读了一遍给他们听 二十个人听到契约的时候 心中多少有些迟疑 但是听到契约的内容 又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契约上面 不光是要求他们 不能泄露作坊的机密 不能带作坊的东西出去之外 还有要求宋臣他们 必须要按时给他们发放工钱 今天你们的任务 就是认识这些药材 以及学习怎么处理这些药材 我哥会教你们怎么做 认错了 在这几天里 认错了做错了不要紧 但是正式开工的时候 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错误 药材不比其他 出问题就有可能危及他人性命的 宋大山和宋王氏 也进了李政叹的马车 去了宋王氏的娘家 王村 去接王奎土 大山 贵乡 你们怎么来了 王奎土看到两人急匆匆的样子 心里一个咯噔 丢下锄头 就从地里来到两人的身边 是不是狗胜出什么事了 王氏看着王奎土 下白了的脸 赶紧解释 爹 您先别着急 小春这几天 给弟弟斟酒的效果不错 弟弟情况也好多了 每天都能在院子里转几圈 昨天还帮小陈抄写了好些份的契约呢 贵乡啊 你说什么呢 你弟弟大字不识一个的 他帮小陈抄什么契约吗 这不是瞎胡闹吗 他这么大个人 怎么不懂这一点呢 平白浪费了小陈的纸 那东西可金贵着呢 爹 没浪费 一点都没浪费啊 小陈说狗胜是天才 他写字写得很好 我们两口子这会儿过来 就是来接您的 小陈说 有大事要跟您商量 咱们赶紧走吧 狗胜写字写得很好 我怎么不知道呀 他这二十多年都没出过几次家门 这不是狗胜出事了 你们怕我着急骗我的呀 您说说您 我至于骗您吗 您要是不信 赶紧跟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觉得小陈找您过去 一时为了弟弟的名字 二时要说弟弟的前途 那行 我们现在就去 说完 汪魁土就坐上了牛车 宋大山把牛车往村里赶 您这次去也住几天 我先把锄头给您送回去 宋大山一边赶车一边说 或许是心里实在是高兴 王魁土这次倒是没有拒绝 路上遇上王村的人 跟王魁土打招呼 王魁土都热情了不少 他好像有种 挺着了腰杆子的感觉 宋臣到镇上后 宋臣直接来到了苍修悬 在镇上的宅子外 门外把守的人看到宋臣过来 急忙小跑到他的面前 宋姑娘 你来了 是找我们主子吗 是的 我有点事想找他帮忙 他在吗 在的 宋姑娘里面请 苍修悬还不知道宋臣来了 正在书房里看公文 这是皇帝新给他派发的任务 每隔两日让人送一次 房门被敲响 主子 宋姑娘来了 房内看公文的苍修悬微愣 起身 将桌案上的公文 全部收了起来 确认没有任何遗漏 亲自走过去 给宋臣开了门 好久不见 久吗 送设备的时候不是还见过 一个礼拜不到 好像也不久吧 进来说 已经入秋 外面有些凉了 宋臣也不跟他客气 进屋后 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你知道刚刚启蒙的人 要看什么书吗 启蒙 嗯 启蒙的 并且我是打算让他参加科举的 不过他年纪不小了 耽误不得 所以我只能找你帮忙了 年纪不小了 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不是打算让宋和入学 那你身边还有其他人 值得你这样帮忙吗 甚至都还来为了那个男人找他了 苍修悬心里很不高兴 我舅舅啊 宋臣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 搞不懂苍修悬突然的不对 是为了什么 你 你舅舅 苍修悬心神一领 有些不知道自己刚刚到底是在发什么神经 对啊 我舅舅 他出生的时候心天不足 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我都没见过几次 这次我们搬家的时候 我外公外婆带着他过来 我瞧着他的病能症 就把他留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你说你舅舅现在住你家 苍修悬刚刚舒探点的心情好像又郁闷了起来 宋臣虽然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 可能感受到他情绪十分的不稳定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怎么情绪起伏这么大 这是养生大计 按照你这样说 你舅舅年纪的确是不小了 你确定还要他入学 我倒是觉得他这样的年纪 学一个手艺更好 不 我舅舅就是为了读书而生的人 宋臣十分地坚定 把昨天发生的事情 同苍修悬说了一遍 饶是苍修悬 生于皇家 见惯了各种人才的苍修悬 也被自己听到的话惊呆了 这样的人 他的确还是第一次听到 正如宋臣所说 他就是为了读书而生 既然如此 那他便将这个人 收到自己门下 往后必定能够成为 他手下得力的一员 你就这样的情况 的确是少见 你也不用先找什么 适合他的书籍了 这两日我找个夫子 专门教他 真的 我就知道找你靠得住 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 宋臣的话 显然是取悦了苍修悬 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往后有事就来找我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拜托你了 用完午膳再走吧 正好我也打算 去找你说说作坊的事 这几天都是我哥 带着工人们在认识药材 和学习处理药材 五日后 你就可以让崔掌柜 把第一批药材送过去了 你准备让工人们做什么 作坊的工人们 主要是做一些 治理风寒的忠诚药 我会把这些药 全部融合在一起 制成粉末或者颗粒 到时候针对病人的症状 吃不同的剂量便可 作坊具体开工是什么时候 我想去看看 真久 三期完 现在又是忠诚药 苍修玄觉得 自己简直是跟着宋辰 在认识新世界 她想要看看 她所说的忠诚药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只能进去你一人 那是自然 我也不懂药理 苍修玄让人准备的午饭 很是丰盛 但是宋辰吃起来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味道 下次你去我那里的时候 拿些佐料给你的厨子 到时候做出来的菜 味道更好 这么好的食材 没有佐料的加持 简直就是浪费 这对苍修玄来说 算是意外之喜了 她还记得上次在宋辰家 吃到的那些食物的味道 同样是与众不同的 从苍修玄这离开 宋辰又在街上晃了一圈 郑掌柜还没回来 算算时间也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宋辰有些担心 她会不会出事了 想着这些 自然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以至于马车都到了她的面前 她才察觉到 下意识的 宋辰就是一个后空翻 成功避开危险 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却不料马车内的人 却因为她录的这一手惊呆了 直接掀开马车的车帘 就跳了下来 宋姑娘 原来你还是个高手呀 马车里坐的 正是六位寨的东家 苏泽 苏公子眼花了 什么高手不高手的 我这就是遇到危险的 本能反应 方才差点撞上苏公子的马车 还望苏公子见谅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 啊 不对 才是好女子 方才宋姑娘是想什么 想得出神了 往后千万不要如此 太过危险了 刚才马车突然停下来 苏泽差一点就要发脾气了 结果 车帘子刚撩开 看到对方是宋辰 瞬间 他什么火气都没有了 反而一颗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他没事 谢谢苏公子关心 我会的 对了 苏公子怎么还在重云镇 我是专程来找宋姑娘的 宋姑娘 你可知大夫有多受欢迎吗 当初拿到方子之后 我就赶回了上京 大夫在上京城掀起了一阵狂丑 现在都卖到一两银子一颗了 一两银子一颗 上京的人都是银子多得烧得慌吗 一个大夫而已 就能让他们如此疯狂 他能说什么好 实在是孤老寡闻呢 一两银子一颗的大夫 里面包的是我们最新鲜的水果馅 其他的也比较受欢迎 宋姑娘这个方子 为我们六位斋带来了不少利益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白得送姑娘这样一个方子 苏泽说话间 从身上拿出了一个信封 请姑娘收下 之前说好了的 这个方子不过是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你们也知道 郑掌柜还没回来 现在还不知道百香果酱 什么时候能供应得上 苏公子又再这样 往后我们生意也不好做了 如果苏公子真的要感谢我的话 我们还可以合作其他的生意 宋姑娘请说 我手上还有一些点心的方子 你们六位斋带也要不停地推出新品 往后我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你们提供一个方子 我拿分成 宋姑娘 我有句话 不知当问不当问 苏公子直说便是 苏泽点点头 宋姑娘请上车 我们马车上响台 好 两人上车坐定后 苏泽的长随便把马车两侧的窗布 卷了起来 这样一来 即便两人同乘一车 车里的情况 外面也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这是在为宋臣的名声着想 你的人还挺虚心 苏泽脸上陪着笑 心里却恨不得把长随 给一脚踹飞出去 小爷就是想办法和这姑娘扯上关系好吗 要她多事撩什么帘子 宋姑娘手上既然还有方子 想必也是能与大福不相上下的 你既然已经知道大福如此受欢迎 为何不自己开一家点心铺子呢 苏公子也知道 我不过是一个乡野小女 这开一家点心铺子 铺面 设备和人手 都是我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既然如此 我为何不找更便捷的赚钱方式呢 那你觉得怎么样的分成方式合适呢 五五分 我只出方子 其他一概不管 好黑啊 苏泽被这个五五分吓到了 别人都说他做生意黑 听到这个五五分 他觉得他已经算是很善良的了 黑吗 我给你的每个方子 都可以保证达到大福的效果 甚至还能超越大福 就像你说的那般 一颗大福能卖到一两银子 这其中 你需要几文钱的成本 自古以来 方子是重中之重 如果没有方子 你的人你的材料 都只能做出与市面上 无差别的点心出来 与其他的点心铺子共分市场 赚钱也赚得很难 不管是之前的百香果酱 还是现在的大福 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有了可以吸引客人目光的东西 就能把客人牢牢抓住 不然一个铺子 为何要不停地推出新产品 苏泽不知道 宋辰竟能看得这般的透彻 这一时间 他竟然一点都不想打扰他 想听他继续说 苏公子可是愿意五五分了 为何不愿呢 下个月再给你个方子 宋辰和苏泽两人在路上相遇 并同乘一车的事 很快就被抱到了苍修悬的耳中 听完之后 苍修悬直接郁闷了一整天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才想明白 六位摘最近风靡上京的那一款点心 应该就是宋辰给的方子 不然苏泽怎么会来到这里 崔掌柜先前提过这件事 但那个时候 因为得了三期玩这东西 他并未在意 现在想想 还真是大意 苏泽那个脾气的人 能如此平和地与他相处 必定是对他存了什么心思了 北关村宋家 远远瞧见宋辰回来 王奎土第一时间迎了上去 你这孩子 这么远的路 怎么也不坐个牛车呀 牛车太颠了 我也不喜欢那味道 那你往后有什么事 要出门让你哥去 靠着你一双筷子腿 走这么远的路 多累人哪 好的那 外公 我瞧您今天挺高兴啊 你这丫头 连外公都敢取笑 不过外公真的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 你舅舅他可能也没几年好活了 宋辰心里清楚 王奎土说的是真的 但是那都是以前了 外公您别这样说 我不能保证舅舅能活到九十九 七八十那是绝对可以的 那外公就真的高兴了 等我和你外婆走了 你娘也不至于娘家没人 王奎土被宋辰的话 逗得哈哈大笑 宋辰听着他的话 只觉得心里十分的温暖 这是真正为孩子着想的人 这种人 值得你对他的所有好 外公和外婆肯定能长命百岁的 外公你也知道了 我让爹娘去接您过来 是有件大事要和你商量 我买了些肉 我先拿去厨房 我们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厨房里 宋王氏和他娘已经在准备做晚饭了 宋王氏说了好几次 他娘就是不听 宋王氏也只有游着他去了 宋辰把买回来的肉拿到厨房 娘 外面碑楼里有两串葡萄 您去写了吧 是今天去镇上六位斋的东家送的 六位斋的东家宋王氏见过 满身贵迹的一位公子 葡萄虽然稀罕 但是他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的 不过宋王氏还是有些好奇 六位斋的东家 好端端的送这么珍贵的果子干什么 小陈 你出去歇着吧 我来 我不赖 外婆 你帮我看着点火 我今天给大家愣一声 宋辰现在在家里 已经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了 反正不管他露出什么新本领 家里人都自动地认为 是他在梦里学的 这感情好啊 你娘先头都说你手艺不错 今天也让外婆尝尝 您就等着吧 宋辰今天买的肉足够 他准备做红烧肉 小正方形的肉 爆炒之后 炸出了很多的猪油 宋辰用个碗 装出了一大部分出来 然后 采下各种佐料 加水慢慢炖住 外婆按照宋辰说的 用了小火 剩下的菜 宋辰就没有去弄了 出去叫了他娘进来 宋王氏的动作也很快 两克钟的时间 就把所有的菜炒完端上桌了 吃饭之前 宋王氏用碗装了些荤菜 又夹了三四块红烧肉 小和 去给你私审送过去 宋和接过大碗 就准备往外走 他们对宋家母子住过来 都没有任何意见 宋辰的外公外婆 更是不会说什么 就像宋辰和宋王氏猜的那样 宋大山心里还是有感受的 宋阳氏不说 宋明怎么的都还是宋老四的血脉 桂香 谢谢你 我们是一家人 说什么谢不谢的 他们也是可怜人 好了 赶紧地吃饭了 宋和把东西送过去的时候 宋阳氏和宋明正准备吃饭 矮桌上就放着几个黑色窝窝头和一碗咸菜 宋和一进门 宋明就闻到了肉香 二哥 我娘让我送来的 说完 宋和就转身出了门 宋阳氏和宋明只能看着他转身离开 桌上留下的是满满一碗菜 宋儿 你看到了吗 这些你全都要记住 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是你三伯他们一家帮的我们 往后娘也不指望你要有多有出息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只要你三伯他们需要 你就必须去帮 娘 我知道的 宋和回到家里之前 情绪就调整了过来 一桌子的人正在等着他吃饭 只不过气氛有些微妙 娘的脸有些红 外公外婆笑得意味深长 妹妹和舅舅一脸懵 这是发生了什么吗 没事没事 就等你吃饭了 快些 我去煎饭 吃饭的时候 外公外婆舅舅们 依旧都是只吃自己碗里的 桌上的菜很少生筷子 我这是专门给你们做的菜 你们一块都不吃 是觉得我手艺不好吗 三人看着自己碗里 越来越多的红烧肉 动都不敢动 生怕自己一动 肉就掉到地上 那就可惜了 宋臣的话也让三人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王狗胜 先带头 往嘴里塞了一块进去 你吃两块差不多了 你还在治病 小陈 我再吃两块 就再吃两块 嗯 多吃两块也行 多吃两块肉 就得多喝两日的汤药 专门给舅舅授课的夫子 就得多等两日 那我明日还要再去镇上 把时间改改 什么 王狗胜被红烧肉噎倒 咳了好半天 脸都呛红了 却没有一个人帮他顺顺气 全都被宋臣的话惊到了 你这孩子 看把你舅舅给呛的 明知道他身体不好 我不是故意的 王后可不许这样 夫子 小陈 你说什么夫子呀 我觉得舅舅天生就是读书的料 所以今天去镇上 托人找了夫子 过几日定下来 夫子便会过来 给舅舅授课 这话 无疑就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炮弹 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若干学子里 又有几人能登上那红榜之上 这一夜 除了宋臣 这座宅子里的人全部失眠 王亏吐好几次的起身 又躺下去 他不知道自己心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最后 他索性把宋臣的外婆 也拉了起来 他娘 你说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怎么总感觉 人都在飘呀 外婆其实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只是在宋家住了几天 适应能力稍微好了些 可别飘了 这话要是从别人嘴里 说出来我不信 可从小陈嘴里 说出来啊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没呀 说起来也不想 给桂香添麻烦 可现在件件事 都在给他添麻烦 桂香是有福气的 我们也跟着沾光了 睡吧 明天我回去一趟 外婆点点头 没说话 老夫老妻这么多年 老头子想做什么 他知道 此日清早 宋家人都还没起 王奎吐就回了王村 沧修玄对宋臣的事情很上心 这次找夫子 也是十分的谨慎 宋臣舅舅这样的精士奇才 沧修玄必定是不会送到别人手上去的 此来想去 他最终把人选定在了 前不久赐规的太史令 李温延 都说齐王福音无双 眼下看来 果然如此呀 李公见谅 我若不这般前来 这回皇上的御址 就要到我那重云镇了 此回受人之托 特来请李公 齐王所说之人 的确是齐才业 齐王亲自前来 我务必给齐王这个面子 可我有要求 李公请讲 我也只有一个要求 此人必须人品端正 我会亲自去看看 再决定是否交手 皇田县这边 齐王务必要处理好 李公请放心 正如沧修玄之前所想的那样 李温延是不会放弃 这样一个精士奇才的 至于人品 沧修玄虽然还没见过她的人 但是能让宋臣出面的 自然不是什么不端之人 沧修玄直接带着李温延 来到了北关村的宋臣这边 对这个突然就来了的夫子 宋臣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不知先生今日便到 有事愿迎 还请先生见谅 李温延出到北关村之时 心中就激动了起来 一个出身相野的天才 只要细心雕琢 日后必成大气 这会儿看到宋臣 他心中确实有些疑惑 齐王不是说 那人家中无人进穴 为何一个小丫头 谈吐举止 都是这般的进退有度 李公 我说的受人之托 便是受他所托 正是他发现 他舅舅的奇特之处的 丫头不必客气 老夫就是一介夫子 无需兴师动众 先生过千老 路途劳累 请先生进屋休息 宋臣没有先说授客之事 李文言从善如流 跟在宋臣身后 进了院子 苍修玄不远不静地 跟在两人身后 招待李文言的饭菜 是宋臣做的 吃饭的时候 李文言又是一阵惊讶 入口之时 均是他从未尝过的美好 饭后 宋臣把李文言 送去他接下来 要住的院子 丫头 不知你家这宅子 是何人所建呀 如此的精妙 实不相瞒 这座宅子 是我设计的 由庄伯松先生 主持建造的 庄伯松 现在应该是在 给齐王建修养庄子 没想到也来了这里 这丫头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齐王如此 两人说话间 就已经来到了 宋臣为他准备好的院子 李文言夸奖的精妙之处 也是在于此 这个宅子 从外面看 是一个整体 可每个院子互不干涉 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进了里面 宋臣向他讲解了一遍 浴室与卫生间的用法 李文言全程都是默默地听着 不发一言 苍公子 今日天色已晚 公子若是不嫌弃 就在我们这里住一晚再走吧 一路赶来也累了 苍秋玄求之不得 宋臣却是一脸怪异地 看着他娘 不是说古人都十分避讳 男女大房 家里明明还有他这样一个 黄花大闺女在 怎么能留宿外男呢 如此就多谢伯母了 正好我明日还要看看作坊 省了一趟来回 苍秋玄住的是宋和的院子 外公外婆以及王狗盛 住到了宋大山附地的院子里 空出来的院子 现在住的是李文言 都知道 现在家里住的那位老人 是宋臣托人请来的夫子 一家人又几乎失眠了一整晚 陈起 宋臣就带着苍秋玄去了作坊 王狗盛他们留在家里面试 李文言昨夜睡得很是舒服 睁开眼睛才想起来 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起身穿好衣衫 便往外走去 除了宋臣和宋和兄妹两之外 宋家和王家的人都是严镇一带 全部规规矩矩地站在餐厅 李文言一眼就看到了 几人中间的王狗盛 父子请坐 李文言微微点头 态度恭敬 却不谄媚 李文言又依照苍秋玄先前说的那样 考了考王狗盛 考试的结果很让他惊讶 不管是记忆力还是领悟能力 都十分卓越 你叫什么名字 王狗盛 王狗盛不拘不休地说出三个字 王狗盛却羞愧地转过了头去 这个名字听在夫子耳中还真是 我出生的时候身体不好 我爹娘为了让我活久些 给我取了个贱命 但是我现在身体在好转 小臣说要改名了 是该改名了 往后你既然是我的学生 这个名字我便帮你改了 不知二位可有什么意见 两人军事连连摇头 他们怎么会有意见吗 求之不得 李温言醋眉 沉思片刻 王盛卫 多谢夫子赐名 他们不知道名字好坏与否 只觉得比起王狗盛 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 也没有人知道 王盛卫 名流轻视 制药作坊里 经过今天的简单培训 二十名工人 已经能够准确地分辨出 目前用到的每种药材 并且能够按照要求 将药材处理好 二十个人在不同的车间干活 从清洗到处理 每个车间不超过三个人在工作 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环节的工人 都只会处理当下环节的工作 岗位不会变化 为了在这个时代搞出这个设备 宋臣费了老大的心思 他绝对不会让居心不良的人 将他的心血盗用 这是必要的 要不要我送几个能用的人过来 当然要啊 提前说好 就算是你送过来的人 你还是要跟我签订契约的 泄露了我的机密 我照样送官府 这是自然 他们来了这里就是你的人了 我会把卖身器一道送来 宋臣这会儿正高兴 我再带你去看看下面吧 苍修玄挑眉 看懂了他的神色 当初在修剪作坊的时候 为了宋臣秘密地做三七丸这些药 地下还有一层 两人来到作坊最尽头的一间屋子 我现在做的这些三七丸 用的都是糯米纸 厚度不够 保存的时候也必须要密封 可能需要专门制作一批糯米纸 现在的糯米纸 是你自己做的 这批糯米纸 是之前我从六位斋的中掌柜那边要来的 他们六位斋在上京郊 有一个专门制作糯米纸的作坊 他们东家 你认识吗 宋臣想着 苍修玄也是从上京来的 苏泽也是从上京来的 两人应该是认识的 却不想 苍修玄听到苏泽的名字 眼神都变了 一双好看的毛子 微微眯起 盯着宋臣 你和苏泽很熟 宋臣微愣 这人又在突然发什么神经 这眼神挺不舒服的 啊 见宋臣不应 苍修玄又嗡了一声 尾音拖得长长的 算手也不算手 前几天才跟他谈好一个生意 以后坐在家里就能数银子玩了 有生意不找我 去找他 苍修玄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说的前几天 应该就是他和苏泽 一起上了一辆马车的时候 我这不是跟你在做生意吗 我跟苏泽做生意就是赚钱 跟你做这个生意 搞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 我倒是觉得我跟你熟一点 对 你跟我熟一些 糯米纸的事情 我去找苏泽 除了比现在的厚一点 你还有什么要求 认度还要更好一点 若是能像油纸一样防水就更好了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保存 好 交给我 明天崔掌柜让人送药材过来的时候 会在里面运送一部分的三期 你尽快做出来 有这事了 暂时没有 不过近期可能边境会有小打小闹 宋臣猛然看向苍修玄 从前只觉得他颜值逆天 其他的都被他忽略了 现在才发现 他的逆天颜值 也有卓绝的气度支撑的 难道他真的是皇室的人 为何这般看我 苍修玄挑着眉 与他对视 他的眼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刚刚在想些事情 作坊看得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好 两人从作坊离开 李温延已经有了决定 看到他们过来 李温延先是向苍修玄行了个礼 圣威很好 多谢 王圣威 好名字 苍修玄乍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明白了李温延的意思 他认下了这个学生 恭喜娇娇 圣威 圣携生 威携为 生而有为 又给他爹娘起的名字 留下了一个字 看来 这个夫子还十分地看重舅舅 谢谢你 小辰 没有这个外甥女 他现在怕是都还在床上挣扎度日 哪里会有现在这般的奇遇 你们也不用这般客套来客套去的 今日是圣威最后一日清闲 明日晨起席字 明年现世 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你必须夜以即日地学习 明年现世 我有没有听错 明年现世还剩半年不到 我舅舅毫无基础 苍修玄看着宋辰这可爱至极的样子 忍不住地揉了揉他的头顶 你没听错 李公说的就是明年的现世 你舅舅要走科举路 必须要先参加现世的同事 成为同生后 方有资格继续往下考 你舅舅没有问题 相信他 王胜威沉默几息 冲李温言坚定地点了点头 既然他自己觉得没问题 宋辰自然也不会再说什么 苍修玄离开之前 跟宋辰说明了李温言的身份 李温言是太荣太使令 学富武车 深暗人心 皇上赐归故李皇田县 吴赵不得离开皇田县 所以你记住 千万不能把他的消息泄露出去 难怪 原来是太使令 宋辰了然地点点头 这样说来 初见李温言的时候 他一身的气势就可以解释了 你好像并不惊讶 最初看到李夫子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 必定不简单 除了身上有文人的儒雅 还有尚未者的气势 只是没想到 是太使令 挺适合他的 你说吴赵李夫子 不得离开皇田县 那你是怎么把他带来的 宋辰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沧修玄无声地笑了笑 说他精明吧 有时候却又厚之厚怼得很 偷天换日罢了 你能一眼看出李温言的不一般 为何就是看不出我来 难道你不好奇我是什么人吗 宋辰眉心一跳 果然 你不就是回春堂背后的东家吗 我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你只要记得了 の这种笔